今天這個話題的名字是台灣社會創新發展的故事 我是今天的大家的組織 我叫做阿威 阿威是我的生命 大家午安 各位貴賓哥好 歡迎大家今天來參加2018企業演家企業論壇這個活動 台灣社會創新發展趨勢 那我是今天各位的主持人 我是秘書室公共事務中心的哲偉 那我叫老虎 那今天很開心可以看到很多人來到這邊齊聚一堂 然後就是自己對於這個Innovation 今天這個創新的一個議題其實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發想 尤其是過去自己對於唐風中委員還有這個創新這個詞 比較多來自於G0V 大家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G0V 有喔 有喔 有沒有聽過黑客松 有喔 也有 太好了 對 因為這兩個這樣子的一個活動對於創新讓我有一些一些新的一些發想 是什麼樣的發想呢 因為我很喜歡G0V裡面的一個理念 它實際上說到齁 沒有人是萬能的 對 沒有人是萬能的 對 沒有人是萬能的 因為我們是沒有人 我們必須要承認自己是沒有人 我們常會問說 欸 為什麼沒有人做這個 沒有人做這個 對於創新 在這一塊 我們常會問這樣子的發想 Why 沒有人做這個 那是不是我們必須要先承認我們自己是沒有人 我們才有無限的可能 我滿喜歡G0V裡面這樣子的一個理念 這樣的一個段話 對 那 系列名家系列論壇呢 是我們工作室中心跟系列家校友的議會 寫新規劃的一個活動 我們希望能夠以創業來至於點滴的實踐為主軸 希望能夠透過這樣一連串的論壇來引力 在師大的每一個我們 勇於看見自己的力量而追求自己的實踐 那 好話好像有點太多了 那 我就先將就是很開心就是 今天我們代表我們是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也很支持我們活動的大家長 是我們宋耀廷副教長 那現在先請我們宋副長來為我們講幾句話 我們唐委員 還有我們七年會的理事人李秘書 還有我們遇到科技大學的王董司長 還有各位司長 各位同學 各位先進 大家午安 那我想今天啊 非常非常榮幸能夠請到我們唐夢唐委員 還有司法委員講 今天唐委員的這麼多年來的努力啊 給大家最明確鮮明的形象就是 年輕有活力 然後呢 有創力 然後呢 帶給大家一種非常欣欣這樣一種 然後呢 求新求變的感受 那台師大 可能啊 大家都認識百年的老師好 但是啊 其實啊 一直在屢見他 與時俱進的社會責任 我們那早期的大學的使命啊 在公年三百年左右的大學使命 大自然還是 知識的傳播 就是教學啊 特別是基督教育的教學 那差不多到18世紀的時候啊 把R&D研究發展 當成這個大學的第二個重要的使命 特別是在德國的大學 開始柏林大學 那各位知道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啊 大學的使命又增加了 就是要對社會有所貢獻 所以呢 各位可以看到 現在那麼強調大學的社會貢獻 不管是USR或什麼樣的任務 都是這樣的原因 那今天唐委員提的就是 這個社會革新的動力 對於這個大學的革新 還有大學怎麼樣跟社會結合 或者說我們怎樣 取得社會這個認同 都有很重要的影響 特別是啊 我們台勢大 這這麼多年來 大概這近十年來 都努力了朝一個方向走 就是啊 要從我們多領域的中文系大學 像台大 這是一個典型的多領域的 中文系大學 叫Multidisciplinary Comprehensive University 但是呢 慢慢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 多領域中文系大學是不夠的 應該要朝向啊 跨領域的整個型大學 就是啊 Transdisciplinary的 這個Integrative University 為什麼呢 多領域的中文系大學 很多時候啊 攜手之間是沒有人寫的 彼此的能量是沒有互相互動的 但是呢 現在這個時代 尤其求創新的時代 我們常常講 在產業界 最喜歡講的 異業結盟 會發揮一加一大於二的能量 其實在大學的研發也一樣 或者說社會福利也一樣 一加一大於二 所以台師大學這麼多年來啊 一直朝日觀上走 教育怎麼樣跟資訊科技結合 我們的藝術怎麼樣跟這個物理化學結合 我們的這個音樂怎麼樣跟科技結合 所以這幾年來 我們在教育 在旅園 在藝術 都也是創新突破的發展 其實啊 這個創新的力量 跨越整個的創新的力量 其實是有原因的 但是我們也發現啊 這樣的力道還需要更多的新的觀點進行 所以今天啊 祝你高興我們唐委員啊 能夠給大家知道 我們所有的師生啊 來知道 怎麼樣取得更多的社會革新的動力 包括大學革新的動力 所以啊 我要再一次的感謝 我們的這個戒嚴會的這個同仁啊 安排唐委員來 然後呢 更感謝我們唐委員 今天能夠 再把他做 撥空 給我們來做 這些很方便的指導 我想我就不多說 我們熱烈的掌聲 再次歡迎唐委員 謝謝 謝謝我們鄧副校長 那接下來我們有請了 下一位貴賓 我們七聯會理事王玉文 王理事長 來幫我們就是代表說一句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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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母校 那種感覺是非常溫馨 非常興奮的 我今天過來 從樓下走樓梯上來 特別還看了個頭看一下 一樓的大教室 因為以前我就在那邊上課 我是社教系七九級畢業 那麼離開學校已經有二十八年了 所以我二十二歲在學校 修完四年的課程去實習當兵進修服務 二十多年來一直以教育工作為榮 所以這幾年有幸可以一起參與我們台師大 以及台師大校友總會很多的活動 有更多機會可以回來跟我們學弟學妹分享 回來再跟我們師長請教 回來再一起參與學校重大活動 我那天感覺到非常非常的興奮 那麼當然我們今天的主獎的歸賓是我們常委員 我們也不用多介紹 他有很多創新的一些領域 那麼今天的主題在未來的座談分享 如果是跟教育相關 當然我有機會我也願意一起跟大家來分享一些我的經驗 那麼再一次祝福今天的這個活動順利圓滿 我們也謝謝堂委員的弟弟 謝謝 謝謝我們王玉文理事 那接下來我們請我們七年會理事李慧君 也請來為我們跟大家說一些話 有請 謝謝 敬愛的母校 宋部校長 以及堂委員 以及各位今天臨臨現場的我們的敬愛的師長 以及我母校的兄弟姐妹 大家好 真是不敢當 今天呢我有這樣的榮幸 還有王董事長 王玉文董事長學長 臨臨到我們的現場 那今天呢非常榮幸 其實我這兩天我很擔心我不是科技數位人 我很擔心我在這裡呢 包括問題啊 或是講什麼不太恰當 但是堂委員我有做功課 我看了一下呢 您的這個story啊 人生歷程 我真的很敬佩 您能夠很真誠地 國書自己的風格 而且把自己的人生那樣的精彩的 甚至把正向能量呢 給我們的國家社會 對我非常感恩啊 其實我這幾年 我大概是二十幾歲 進入到猶太人集團啊 猶太人集團呢 它一直都使用這個數據方面來做 Marketing Matchment 還有Promote這些啊 我深深地感覺到 欸我以為這個數位就是數字啊 結果 那麼老半天 我們還有虛擬貨幣 甚至我們還有無人機器人 方方面面的 但我常常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的資訊這麼公開透明 有沒有這個真假質量 這個待會呢 都想有這樣的時間跟榮幸呢 來請教我們堂委員 那麼我很感謝我的國家 代表我們 第一位數位科技政務委員 帶領我們的這個 國家人民呢 使用開放的連結的網路 以公開透明的模式 然後呢 讓我們民眾的國家 社會 每一個點呢 都能夠 唱首一元的來溝通 然後有委員這邊 帶領的團隊呢 幫我們去建立一個新的機制 我想 研發R&D 跟我們生活上的便利 這個真的幫到我們未來的生活 那我想 今天呢 美好的下午 我就不再用大家的時間 那 非常感謝堂委員 還有我們現場在座的嘉賓 掌官們 那讓我們 就來 飽滿耳福 聆聽這美好的時光 敬祝各位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很高興來這邊 那個領導不敢當 就是陪伴大家 那個 我們這次的talk 跟我所有的 之前的演講 都是一樣的 就是從現在開始 到 是不是 五點十分嘛 對不對 在這段時間裡面 希望大家盡可能用手機 或其他可以上網的裝置 連到slido.com slido.com 這個網站上 那這個網站上面之後呢 就輸入今天的日期 請問家 M0 00419 然後按Join 那各位就會進入一個 秘名的聊天室 所以其實也不用擔心 就是問題是 就是 太有挑戰性了 或者是 也不用畫丟臉 因為大家都要 滑手機 然後問問題都是匿名的 所以 也沒有人知道是問的 所以 就可以在這個情況下 大家比較 真誠地 有一些交流吧 我們之前 只要是 要舉手發問 或者要 舉名的話 都是受到一些 不痛不癢的問題 但是 在匿名的話 環境就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 大家無論要問什麼 跟社會重情無關的也可以 都歡迎盡量往這個上面發問 然後 如果你看到別人問的問題 你也想要問的話 那就按一個讚就可以了 那按讚數越多 它會跑到越上面 那也就表示說 在場越多人 願意聽我講這件事情 所以 上面已經有一個問題了 而且 這位朋友沒有匿名 是洪隆招 清衛老師 對 那 然後 如果願意舉名 那也是可以舉名的 對 那已經有兩個人按了讚了 所以 我想我們是 稍微 我會先稍微 花個五分鐘左右 開個場 把我現在在行政院裡面 對於社會創新的一些工作 跟大家報告 那 在開場 可能五分鐘到十分鐘之後 我們就會回來 然後看大家有什麼 想要發問的 那 跟我講的內容 可以完全沒有關係 我們就來處理 大家想要問的問題 那所以 等我一下 切換一下網路 我們就正式開始 我現在在行政院裡面負責帶來三件事情 那一個是社會創新 就是Social Innovation 包含社會企業 Social Enterprise 社會創業 社會創業 這是社創的部分 另外一部分是負責開放政府 開放政府就是把我們正在做的事情 讓大家更容易弄懂 也更容易參與 第三個部分是青年的培育 這是目前我的三個工作 這三個工作可以看作是一體的三面 是看從不同的地方來切入 我們在講社會創新的時候 通常會先用這張圖來稍微說明一下 就是在上一個世紀 大家對於政府的一個想像 簡單來講政府就是中間這根繩子 我們對治理環境的想像 在過去就是政府扮演一個連結者的角色 或者說領導者的角色 它去讓社會上的各個不同的 不管是為了私利或者是為了公共利益的這些朋友們 至少能夠有一個共同的連結 不至於讓整個社會完全無法對話 除此之外還扮演一個裁決者的角色 就是說會制定出一些法規或者一些命令 然後讓大家來發現說 這個對大家都是可能最不滿意的 實在可以接受的一個 不會犧牲任何一點太多的這樣一個 調配啊資源分配啊裁決者等等的角色 那這個是公共行政學裡面對政府一些標準的一些定義 但是呢就是在這個時期 特別是在網際網路然後社群媒體然後手機發明之後 我們就發現說政府不太可能再繼續當這個角色了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本來人民只要靠政府在意識 或者是主流媒體才能夠組織起來 但是現在呢大家在手機上面隨便加入哪一個群組 瞬間就組織起來了 這個組織起來的方便的程度 組織的人數 組織的這個 就是溝通傳達這個訊息的強度 以及能夠動員的這個不同的社會力 每一個都讓這個 每一方面都長大了可能一百倍以上 那所以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其實一方面我們不再需要當這個組織者的角色 就算沒有政府 這個大家自己組織起來還是好好的 然後第二個 我們如果一直要當中間的這個裁決者的話 這個繩子馬上就被崩斷 或者至少會越拉越細 那這個我們在全世界看到都是這樣 就是一個越民主的政體 現在社會上面各界對政府的信任度就越低 那這個是一個被稱作民主推潮的一個現象 在最近幾年更是越演越烈 那所以這個狀況就可以告訴我們說 我們本來的這個政府的治理模型 需要做一些修改 那我們在推動社會創新的時候 我們就是從政府的角度 我們不再說我們一定要裁決什麼 我們現在呢 我們問的問題就是反過來問 是先問說社會上的各個不同的力量 大家雖然可能立場不同 但是有沒有一些共同的價值 然後第二個是說 如果大家有一些共同的價值 大家能不能想出一些創新的方法 可以不犧牲任何人 但是呢對大家都有一些好處 也就是說我們會變成一個 促進大家的對話 多元價值的對話 而不是好像一個戰場 讓這個相反的價值在這邊對決 那其實呢 在政府做這件事情以前 就是調和社會的力量跟市場力量 跟環境力量跟公民社會力量以前 在台灣其實從解嚴之後 大概二十幾年的時間 就已經有非常多的朋友 在用這種多方利益關係人 然後調和的方法 來進行社會創新的工作 那舉例來講 這邊是三家最老牌的社會企業嘛 那 主婦聯盟本來是NPO 是環境保護的一個倡導的一個基金會 但是後來就發現說 藉由公共購買的這個消費合作社的方式 它更能夠傳遞這個社會使命 更達到社會上面的連帶 所以這是用合作社形態出現的社會企業 那像喜漢爾 其實喜漢爾 他的這個名字本身就是社會創新 因為在此之前是叫做唐師政 或者是叫做執掌的 那但是在就是這個名字出現之後 漢爾這個名字出現之後 忽然之間大家對他的社會連帶就改變了 那他們雖然是NPO是基金會 但是非常積極的透過各種服務跟產品 來投入市場 來集合市場的力量 來達到他們的社會使命 那當然我們也有公司型態的朋友 像李遠 他還是完成一些環境上的社會使命 但是他動用的主要是公司型態的力量 所以我們這20年來 我們看到說這種集結社會各界的力量 透過社會創新商業模式的創新 來達到社會使命的這些朋友們 其實並沒有特別挑哪一種組織型態 他們基本上就是適合收捐款的 就會用基金會 適合保護一些共同志趣的人的 民主化的就會用合作社 適合收投資的就會全公司型態 但大家做的都是適合企業的工作 那我們最近在看台灣的社會創新 因為既然有趨勢這兩個字 還是講一下說最近發生了一些新的事情 像有一家叫點點善社會企業 那他們做的模式其實就是剛才大家講的 就是所謂的cross discipline 或甚至anti discipline 就是說他盡可能去把各種不同領域的 不同時代的 甚至是不同國家的力量去結合在一起 一起去達成一個社會使命 那點點善他的社會使命非常簡單 他就是去看社會上任何被當作弱勢的人 試著找到某一個場域 在那個場域裡面這個弱勢事實上是優勢 然後去讓整個社會知道說 這些朋友在這邊是優勢 所以他們一開始是結合一些視覺設計的朋友們 去讓寫寒耳能夠畫出像這樣子犀牛隊長 或者這個貓頭鷹啊 或者這些視覺設計 這個我們自己的話還畫不出來 他是非常有這個純真有童趣的這樣子一個作品 那也被當作像是大運或一些其他活動的一些這個視覺的文創 那接下來呢他們也跟盲人合作 那對盲人合作的設計 各位可能有聽過有一家叫黑暗對話 黑暗對話就是在全黑的地方大家開一個共識營 然後有一些小組討論或者有一些活動 那我們大家到全黑的環境都會手足無力 覺得非常vulnerable 那但是呢 就會有一些很有信心的引導員帶領我們 完成一項又一項的共識營的操作 那當然就是盲人朋友 所以等你完成這個共識營之後 對盲人的看法就改變了 在他們的棲地裡面 他們是有勢的物種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弱勢不一定都是弱勢 那所以最近呢 電電線就看到了接曼者 那接曼者的傳統上是可以當作弱勢的 大家可能也都有碰過 不管是麥可香糖還是衛生紙 那可能都是行動有一些不方便的朋友們 那他們呢 所使用的方式就是 我們現在會叫服務設計的 這樣子一種模式 他們先去透過訪談 來找到他們的通點是什麼 舉例來講 這邊隨便舉三個 一個是說 接曼者呢 大家其實不會知道 他後面的營運模式是什麼 所以常擔心他們被控制 會有一些疑慮 那他們也不會花五分鐘給你一個 Elevator pitch 告訴你他的這個商業模式 所以這個呢 就是會讓你資訊變得很不對等 那第二個是說他的 就是 就是 CIM的系統不是很好 他大部分的互動 可能只是說先生小姐行行好 所以他既不會更了解你 你也不會更了解他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就是大家對他的這個形象 並不會透過這樣的情況變得越來越好 那第三個就是說 他在BD方面 也就是沒有什麼優勢 他的衛生紙或者是 補香糖比起旁邊便利商店的 也沒有比較便宜 所以到底為什麼要跟他買呢 你可能第一次是動了側影之心 可是下一次再來的時候 總是還是會覺得說 那我已經買過了吧 這樣子 所以雖然心裡也許會有點不舒服 但是這一整個Business Model 並不是非常好 那但是呢 他們的想法就是說 任何的弱勢都可以翻轉成為優勢 雖然他們就結合了各種不同領域的社會企業 一起去做這個概念的一個翻轉 據藍說有家教人生擺位 他們專門就是讓這些朋友們 包含無家者啊 這些朋友穿著旁邊亮亮的 然後讓他們能夠去進行解說 進行導覽等等的生活輔導 包含一些身心障礙的一些 輔助等等的朋友 那接下來他們找到台灣很多座 副智慧機械的一些廠商 一起把那個輪椅改造成 看起來就很厲害的一台Mobile Station 其實不太接賣車 然後呢 不但符合人體工學 而且有一個很大的螢幕 可以做很多互動的工作之外 下雨了那個螢幕還可以折起來 變成這個當雨棚 那第三個是說 他會去找那些接賣車所在的城市 比如說台中如果要辦華國 或者要辦亞太社區年會 那也就有一些導覽工作可以做 台北如果要變成公平貿易之都的話 那就會有一些公平貿易的咖啡或者茶可以賣 總之就是讓他提供的服務跟產品 去能夠結合在地 而且是有優勢的 那而且呢我想更重要的就是說 他們拿了這台Prototype接賣車之後 他們不是立刻就投入production 而是就開始了一次群眾募資 那群眾募資大家知道 其實是有點像是 湯姆麗前戲裡面 騎牆的那個故事 就是說其實大家給了錢 並不是換那個贈品 而是給一個參與的機會 所以他們要募八十萬 但是一下就扣百萬 那但是重點是說 當你給了一些錢之後 你就會開始幫這個project去想 所以我們就看那個募資的平台上面 很多朋友說 好比像說 在這個很多地方挨台灣的熱點 如果它不是布得那麼密的話 有些死角 那這些接賣車的朋友們 可以當Hotspot 可以當這個WiFi Station 或者是說 你可能坐在路上 你的手機就沒電了 那這些朋友 因為那是一輛電動車 所以它可以幫你充電 所以你這個 坐下來快速充電 三分鐘、五分鐘的時候 它就泡一杯公平貿易的茶給你喝 不是很好嗎 那第三個是說 可能忽然間下雨了 那這邊的這個植物櫃 其實可以放蠻多折疊傘 所以它也可以變成一個社區的一個 就是下雨的時候 大家去拿折疊傘 換折疊傘的這樣一個station 那總之就是說 它用這輛車這樣子的 有mobility 這樣子跟城市加以扣合 忽然間感覺上 它就是一個能夠提供很多服務 而不是只是需要大家照顧的 這樣子一個弱勢者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很多社會創新 它的這個執行的團隊 它並不是自己做全部的事情 而是去結合所有認同相同理念的朋友 然後透過創新的模式 來解決社會問題 這就是我們目前看到的這個趨勢 那在去年聯合報 願景工程跟新展銀行的調查裡面 在台灣隨便任何一個地方 找一個人問說 你認不認同這種 就是透過商業模式 達到這個解決社會問題的 社會使命的這些企業 那這些朋友們 大概五個有四個都會說 它不但認同 而且願意意加購買 或者願意像剛剛那樣去中募資 或甚至願意投資 那但是呢 如果去問說 那這樣你講不講得出一個具體的例子 一個具體的模式 不管剛剛講的這個主婦聯盟 喜漢兒或什麼之類 五個裡面有四個是講不出來 所以我們目前所面對的情況 就是一個不明覺例的情況 就是說大家不是很知道 這是怎麼一回事 怎麼操作 但覺得很厲害 很認同 但是這個呢 其實對於這個進步深化發展 並不一定那麼有利 所以我們現在在做的事情 就是我自己 在空總 空總就是潛火花石旁邊的那一大塊地 我們現在有一個地方 叫做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這個地方它完全就是 靠當時的社會企業 大概有一百家 我們搬了五場工作坊 然後一起去定義出一個 讓整個社會能夠更認知到 我們到底在做什麼 這樣一個空間 那因為是大家一起做出來的 我們只提供場地一個經費 所以他們就提了很多 一般公務門的育成中心 絕對不會有的東西 舉例來講 就有一個專門的廚房 在咖啡廳 是開放式的 舉例來講 就有一個resident的一個chef 有一個大廚 然後每天都開到半夜十一點 因為很多活動是八點結束 然後之後才開始Network 所以說每天都要開到很晚 而且像這些擺設 像是說是喜安兒畫出來的 你要我畫我也畫不出來 這個真的是蠻厲害的 然後更重要的是說 他們要求說 主管社會創新的政務委員 就是我啦 每個禮拜三都要在這邊註點 所以我現在每個禮拜三 早上十點到晚上十點 都在這邊 是我的office hour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 直接來找我談 這個社會創新的事情 那整個只要整個記錄 願意全文上網 那我就可以跟任何人談 所以等於是說 社會創新的政策制定 並不是我們坐在辦公室裡 開腦袋想出來 而是透過這樣每個禮拜 每個禮拜的討論去做出來 那但是呢 這樣子run了大概一個多月 我們就發現 後來找我的 不是住在北部的 就是雙北的 就是住在立高鐵站很近的地方 也就是說 要上來台北 其實對很多在台灣各地的朋友們 其實真的是比較困難 所以我們除了在這邊 不斷地辦活動之外 我們也透過一個 開放政府的一個平台 se.p.tw 去讓所有的部會 跟社會重新有關的朋友們 都在上面註冊 現在大概有十二三個部會了 然後我自己每雙周的周二 就到四個不同的區域聯合服務中心 跟那邊的社會企業的朋友們 接行座談 但是呢這個座談不是只有我一個人去 而是說我帶去的時候 在這個螢幕上 跟在空總的一個大的會議室裡面 就會雙邊連線 那在這邊就是十三四個 跟社會有關的部會 以及他們的承辦人 那在這邊就是當地像花蓮的朋友 那像台東大學的朋友如果要加入的話 他們也可以很容易地加入這個視訊系統 所以等於就是把我們的雙周報的這個內部會議 變成跟所有人一起開 而且是讓視訊的朋友們可以直接進來 台北的朋友們呢 就不用一直悲壞或台東 也可以跟著我一起看到 實際的當地他們的社會創新者 碰到怎麼樣的問題 很多問題是政府造成的 所以呢我們就是幫助這些 解決社會問題的朋友們 解決他們的問題 那一切都是兩個禮拜之後 可不可以公開到下一個點 繼續討論 兩個月之後 我回到同一個地方的時候 上一次兩個月前的問題 就會全部都解決了 不然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 因為so far都解決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 不然會發生什麼事情 總之這是一個非常快速的 滾動式管理的一個工作 所以這是我們目前社會創新方案 它的形成的這個概念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希望說所有人 他只要一決的 政府造成大家的問題 我們就可以集合大家的力量 一起來享受 這邊要來挑釋 那還有一些具體的責案 不過我剛剛答應過指掌 最多十分鐘的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大家有沒有什麼別的 想要討論的問題 我們還有一小時以上 所以應該大家的問題 可以具體的回答到 目前有四個問題 事實上有一位共玩師提供簡報 所以目前有三個問題 十一位朋友們想要知道說 創新可以是一種心態 創新可以從小培養成為習慣 目前在小學的這個階段 有什麼想法 有什麼計畫 非常好的問題 目前呢 我們有幾個想法 一個是說 我們教育系統本身 其實就正在做一個 從以前比較是以技能 導向為主的 現在變成往素養導向為主的一個轉型 那就是所謂的新課崗 108課崗 那108課崗裡面 我自己覺得 因為我是當時課發會的成員 我自己覺得 比較重要的一個精神是說 我們把台灣的領先亞洲的實驗教育裡面 那些實驗比較成功的部分 實驗教育不一定都成功 一大半是 就是有各種各樣的問題 但是實驗教育裡面看起來 比較workable的部分 就是所謂的自發互動 共好的這個三面九項的這些素養 我們盡可能的讓它能夠進入關心教育 就是國民教育裡面來 那在國民教育裡面呢 那尤其是在前面的第一個學習階段 我們盡可能讓老師的角色跟以前是不一樣 它不再是一個完全是一個 就是傳到受益的這個角色 它反正是focus在解惑那個部分 就是小孩的陪伴者 就是一起學習者的這樣子一個角色 那這尤其體現在像生活課程裡面的 那個不預設要做哪些事情 是看小孩自己的興趣 然後看小孩自己的就是社會化的進程 老師比較像是在小孩旁邊 陪著小孩那樣的感覺 那當然其實現在這個小學階段 即使是知識性的課程 你到中高年級的時候 哪一個不是老師在上面講 然後小孩就在底下查為幾百科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本來老師跟學生的關係 也就因為數位科技的關係 本來就已經在改變當中 現在的問題是說 我們是要fight這個呢 還是我們要join這個 那在新課堂裡面 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去說 老師的角色這個過程裡面 應該是陪著小孩一起去用自動訊的科技 一起去找網路上的資源 但是呢 同時也一身作則的 把批判思考 媒體視度等等的這些能力 這些素養 讓小孩看到說 並不是說網路上用什麼字體寫的 或者用什麼聲音講的 就是權威性的 可能沒有什麼權威性的東西 一切都是要透過討論 然後透過消化 然後才能夠去了解 那我覺得這是創新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因為在以前就是威權時代的教育裡面 大家很容易覺得說 只要用標牌鐵 然後硬國利便一管五個大字 那個就是真理啊 那但是呢 我們現在已經不是這樣子了 就是所有的知識都在 共同創造的過程中 會有大家參與的空間 而且也會改變 所以說如果小孩一直是 就是知識是在上的東西 而且是你沒有辦法更動它的 那麼當它切換到這個數位 就是知識是在螢幕上 而且螢幕上的東西隨時都可以互動 在這樣子的情況下的時候 就會出現一些認知上的一些失調 那所以我今天在講 並不只是資訊的載體 而是說老師 作為一個知識的提供者 跟學生的關係 那像我們自己在試 各種教材教法的時候 像slido這種工具 就是我們叫做chip and cheerful 就是它很便宜 它完全不需要任何 除了手機之外 它不需要任何設備就可以使用 那但是呢 它很 cheerful 意思就是它可以一下子 就讓互動的方式可以改變 因為我們看到 尤其是可能三四年級以後 很多小孩 他在一面上課的時候 一面就會被他身上的電子用品 distract 那這個時候你當然可以禁止他使用手機 可是或者是 就是一定要他這個關靜音啊 或怎麼樣 可是這樣子就像剛剛講的 就是產生出一種距離感 就是說為什麼他跟他的社交媒體 距離那麼近 在電子老師那麼遠 但是呢 透過像slido 或者是類似的這樣子一種 ambient technology 或assisted technology 我們基本上就是把大家的手機 徵收過來 那手機呢 是手機 大家想要按讚的衝動 還是想要按讚的衝動 所有這些影頭都沒有改變 但是呢 大家的這個工作呢 大家的focus 就會是在一個共通的地方 而不是每個人在自己的小世界裡面 所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我們可以連通很多不同的教室 我們也可以讓教室裡面很多在做不同小組的人 一起來解決共通的問題 那這些我想都是創私的一些基礎 就是說你碰到跟自己領域不同 或你卡關了 需要別人來幫忙的時候 你有一個我隨時可以聯絡到別人 而且這個別人跟我是能夠溝通的 的這種感覺 那所以像這樣子的氣氛的經營 我想課剛不管寫得讚好了 到最後還是要看學校課發會 跟社區的這個連結 但是我們會讓這樣子的一些effort 不一定要用社團課 或者是用這個補習教育的方法 而是它可以真的進到課堂裡面 然後至少作為校定選修 校定比修 特色課程等等的這些東西 去融入到國民教育裡面 那所以這些是我們之前在實驗教育裡面 比較沃爾的部分 比較沃爾的部分 我們就沒有拿到這個課堂裡面來 有七位朋友們想要知道說 汽車買賣啊 事故車泡水車的糾紛不斷 之前說一定要推行 類似國外都有的這個 檸檬車的法案的solution為何 這是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確實我們在就是 我們的公共政策參與平台 我們會所謂的民生五小事 我們會不斷地收到各種各樣 民生相關的一些問題 那在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最近處理的一些題目 包含這個就是在國家公園 要不要讓這個動物能夠進來啊 或者是說這個 這個長年旅居國外的朋友們 到底應該不應該享有健保啊 或者是這個酒駕到底要怎麼處理啊 或者是所有這些東西 這些勞動的議題啊 這個大概都是大家 非常關心的題目 那比起來 檸檬車其實政治性已經比較低了 政治性比較高的是 好比像說 要把台灣的市區改成 變啤家酒 變成跟日本的韓國一樣啊 像那種題目 我們也都認真處理 我們基本上任何題目都會認真處理 所以 以市區的那個案子來講 因為檸檬車這個還在載入啊 所以我這個 請用市區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處理案子的方法 像那個要改市區的 其實有兩個連署案 有一邊八千人說要改成 跟這個全品加酒 有另外八千人是說不要改 然後呢 因為那個說要改的人呢 有各種各樣的理由 所以呢 每一個都是一個不同的部會 內政部是管市區的 教育部有這個人員拆請啊 衛福部是這個 市區跟健康的關係 勞動部要看了 這個加班會不會因此而增加 經濟部去看說 會不會因為這樣比較節能 然後交通部看 評估對交通事業的影響 然後人事行政總處 國發會經管會 經管好像是跟股市開收盤有關係 等等的這些事情 那所以 所有這些朋友們 其實都真的是非常認真地來處理 甚至包含他們公演員那個時候 做過日光節約可行性評估 就是說事實上並沒有接到能 然後之類的 所以所有的這些部分 我們都就事論事地把它 評估出來之後 我們邀請 就是一方的朋友 跟正方跟反方的朋友 一起來看所有這些對齊的事實之後 大家一起來找出 大家有沒有一些共同的價值 我們可以在這個 大家都不反對的價值上面 繼續去做討論 所以那一場會議我覺得非常的成功 是因為 不管是正方還是反方 大家都覺得說 真正要解決的問題是說 我們在國際上的能見度 能不能更高 而不是說這個市區本身 那第二個是說 我們如果真的改了這件事情的話 它是否真的會達到本來的效應呢 後來我們經過討論之後 大家就覺得說 這會只是短暫的一則新聞 時間久了就遺忘了 而且呢 這個北京當局只要說 這個香港也是用港幣啊 這個本來就可以有不同的系統啊 那這樣子其實就沒有什麼好處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大部分時候 大家提出一個解決方法之後 其實反映的是後面的問題 然後呢我們能夠討論解決方案 其實是要在這個後面的問題 跟共同價值上面發展 不是侷限在一開始的那個解法上面的 所以提供社協作會議也是一個類似的一個情況 就是說我們這個 在公務體系上面 本來就有一個討論的一個脈絡 那當然在這個脈絡裡面呢 我們常常會忘記說 這個定型化契約 其實在經濟部本來就已經有review 可他們會忘記說 我們review在一開始 就應該讓整個社會知道說 我們正在檢討這件事情 如果大家早一點知道說 經濟部本來就要檢討這件事情的話 就可以比較是就事論事的 他們做到一半的時候 可以就他們已經做的部分 好像接官一樣 提供他們更對焦的意見 可是如果他們是悶著頭做 然後外面都不知道的話 大家就會一開始就是覺得 經濟部都枉顧大家的權益啊 等等這些東西 然後大家就要從零開始來進行討論 所以說經濟部跟交通部 在這件事情上面 其實他們的態度是非常active的 如果有空的話 可以直接看這個聯署案 所以說第一個是說 從經濟部那邊 他們會在這個 就是旅修補負 檸檬車的這個 在此出售的資訊揭露 等等的這些部分 他們都會直接merge到 他們正在做的這個 新版的台灣奶奶車 兩部定型化契約裡面 所以這個可以說是完全的三彩 那接下來的就是 比較具體的配套的問題 就是說 車輛牆次檢測的機構或者專家 這個名錄要是車安中心來維護呢 還是由這個消費者保護的朋友們 來維護呢等等 那所以呢 我們透過就是 剛剛講的這個 利益關係人的盤點的方式 我覺得比較好的就是說 大家就會發現說 很多時候不一定是 政府要做出一個新的部門 來解決這件事情 現有的部門 或者是說 有一些公民社會的一些協會 他本來就可以來擔任 這樣子的一個角色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車子相關的事實上 真的是非常多 這些大部分交通部 大概都有一些具體的回應 所以我想另外一個例子 也舉一下好了 跟這個名錄車有點像 就是我們就發現說 民間業者跟公民團體 大概也都可以扮演一定的角色的 是我們的這個Facebook的詐騙這個案子 Facebook詐騙的案子是這樣 就是說很多人現在在Facebook上面 會看到一些電商 這些電商 理論上是貨到付款 然後賣你一顆硬碟 然後硬碟你拆了之後 才發現你血入它就壞掉了 那也就是它本來就是瑕疵品 然後賣給你 或甚至有人買iPhone 然後收到一塊磚頭的 那在這些時候呢 當你回去客訴的時候 就會發現當時看起來 這個非常人模人樣的這個客服 其實是一個機器人 所以這是一個就是極低成本 就可以詐騙到很多這個 被精準行銷的朋友們 這樣一個社會問題 那我們在聯署完同樣的道理 也是去讓各個所有相關的顧問 如果各自認為各自應該主辦 就會全部都是主辦 一起來 然後開大概五個多小時的議題 離請的會議 然後把政府可以做的部分 統統都有盤點起來 然後呢也做一些就是 那我們到底要公民社會 來做哪些事情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就發現說 有些事情不是我們 是我們能做的 包含這個運輸啊 海關啊這些 我們大概都做了 那但是第一個 大家彼此之間 彼此不知道 第二個也沒有互相串接 所以我們跟內部互相串接 那第二部分是說 有些事情真的是 Facebook應該在做的 像當時我們的一個具體決議 就是說它應該加入我們這邊的 商業同業公會 然後直接去跟有 complain的這些會員 面對面的來解決這件事情 簡單來講就是要落地 然後落實他們的檢舉機制 那這個部分 我們就拿去Facebook的總部 跟他們的VP講 那他們就說 OK有這樣的情況 那所以過了兩個禮拜之後 他們就加入了 五點面商業同業公會 然後就用我們 我們台灣出來這一套協商的方法 來進行協商 所以我這邊想要強調是說 不管是檸檬車 現在看起來 這個車安重心 不會當單一的Arbiter 而是會讓民間的各種不同 檢測機構一起進來 然後定型化 企業經濟官員願意修 我們收斂到的搜尋 大概都不會是公部門 或私部門 或公民社會 承擔全部的責任 而是大家在裡面挑自己 最適合做的部分 那一起來解決我們這種 叫做Coordination Problem 就是說如果不是大家都做一點事情 這個問題沒有辦法結構性的解決 但是大家都不想要當那個 在確定別人意願之前 自己就先做 然後承受 全部的成本的那個工作 所以我們這種協調方式 它的特點就是 因為整個是有注資稿的 全部都是甚至直播 都是在網路上 所以如果在上面點頭答應 但是事後我這個回諾 這個其實是 對大家的公關情商都不太好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等於就是先確定 大家都有Coordination之後 大家一起來把這件事情 解決掉 那這個呢 不能說是一個Total Solution 但這就是讓大家的Solution 未來往同一個方向 演化的這個一個方法 有三位朋友想要找我拍照 那當然是沒有問題的 OK 有三位朋友想要知道說 現在對於新住民 以及新住民第二代 融入台灣社會的社會創新方案 我們要看裡面 我們有這一對方 我想不管是新住民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不同的族群也好 他比較需要的其實是我們現在去輔導 去陪伴他們自己想要在他們的那個社會裡面 產生的不管是他們自己裡面的連結 以及對外的這個Solidarity 就是連帶 那我舉一個很具體的意思好了 就是說我的頭髮 是在一家社會企業剪的 它叫好剪財 財是財能的財 那它是在 好像六上林那邊吧 那這家社會企業就是好剪財能 是一家非常文青的立法店 那個裡面佈置得非常的漂亮 就很像這個 就是非常像一個這個 獨立書店那樣子 然後甚至剪頭髮的時候 還有那個堅固木啤酒可以喝 但是無論如何 這個超級文青的這個社會企業 為什麼它可以把自己叫做社會企業呢 主要就是因為它在投入五星住民的工作 還包含移工的工作 就是外籍勞動者的工作 那它的做法非常有意思 我是去那邊 因為我就是知道它是一家社會企業 我找立法店社會企業至少要這一家 所以我就跑去那邊撿 然後幫我洗頭的那一位朋友說 他本來是台南人 然後學的就是美法 那但是呢 他投綠地 投台北的時候 他只有投這一家 他沒有投別的 因為在那個就是 104或518的這些人力平台上面 第一個只有這一家 把自己的社會史裡面 就會這樣講得非常清楚 他不但他的工作者 優於勞棄法 而且這個什麼每個禮拜 還有培訓課程 然後可以有效的 神社及時展鏈之外 他們會一直去用易剪的這個 所謂的剪頭髮換故事的這個行動 來去把他們當地的新住民跟遺風朋友 跟在他們自己集結出來的那個協會 互相搭配 然後呢就透過這個剪頭髮讓他們更 或者是更有自信 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去換他們的這個生命故事 然後這個生命故事 又變成他們很文青的電的裝飾的一部分 或者是他們這個 在網路上的 communication的一部分 然後就讓整個社區又更認識這些朋友 然後讓這個 integration做得更好 那我舉這個例子 其實不是說這是最好的一個例子 而是說它讓大家看到說 你不管在做什麼事情 你都可以跟這種就是自發的連帶的 不管是新住民還是其他所謂的少數或弱勢 但其實一點也不少數 一點也不弱勢的朋友們 具有一個比較平等的這個對等的一些連帶 所以在這裡面呢 我們不管是這個在教育方面 就是新住民的語言 或者是我們在社創中心 現在一直有包含新住民跟原住民的 所謂的這種語言教室 就是學習圈 然後也是透過直播 然後去聯繫他們 那這是其中一部分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文化部啊 或者是其他的機關 在這個輔導陪伴的過程裡面 如果任何時候大家覺得說 不是只是這個部會的相關的計畫 我們可以用 而是說任何相關的部會的計畫 我們都可以用的話 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在這個跨部會的工作平台 會去很具體的去提供他們說 並不是說它是農設器 它就只能用農的部會的資源 並不是說它是合作社 就是能用內政府的資源 而是反過來想 把我們的所有的這個 各部會想像成 我們31個部會嘛 想像成可能30個NPO 國發基金是要賺錢的 中央銀行是要賺錢的 其他都是NPO 那我們這些NPO每一個都有 我們的年度使命 就是我們的實證方針 那只要它跟這些年度使命 相契合 那它解決的 不管是新救命朋友的問題 或者是社會連帶融入的 這些青年返鄉 文化保存 弱勢服務 所有這些部分 那我們就會去很具體的 去把他們正在解決社會問題 跟我們正在做的 這個社會使命加以結合 而不去挑出它是哪樣子的 特定的組織型態 那所以整個目的其實是 等我一下 整個目的其實是 去做一個對齊的一個工作 就是說 確保說 我們不管在做哪一個題目的朋友 跟我們現在部會 當然不是按照 有序發展目標來編排 但是我們把部會裡面 相應於 大家正在關心的這些問題的資源 通通集中在剛剛那個平台上面 然後讓大家可以非常快的 去進行一個媒合 所以整個目的 就不會是單點式的 我們要解決一個問題 然後去去犧牲其他的價值 而是很快速的可以讓大家看到說 全台灣有多少組織 不管它是合作社 基金會或者是NPO 正在解決哪些部分 然後他們的Social Impact的 最近的報告 到底有哪些 然後有哪一些第三方的單位 可以來audit 然後根據這個audit 去引進就是影響力投資者 然後透過這些影響力投資者 再去放大 就是能夠投入這邊的資源 能夠發揮的這個力量 所以以上是一個大概的一個模型 但是整個目標都是在讓 看起來好像沒有關係的 這些朋友們 能夠透過這樣子的平台 結合在一起 然後也讓成功結合在一起的朋友們 有一個舞台 然後去跟大家互相結合 那這個 為什麼有人問我 問我珍妮婷的題目 因為我也想要知道說 對於XD宣布參選台北市長 有何想法 這個我要講什麼 OK 我覺得 很誠實的來講 就是說 我覺得 越多像這樣子的朋友們來參選 我們就會越覺得 台北市長是 不是什麼神聖不可侵犯的高官的職位 而是說就是大家有什麼訴求 就可以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來參與公共對話 而且也讓別的市長候選人 不得不對電子商務或金融 來表達一些論點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之前所謂的參選市長 感覺上是一個好像你要有非常 有political power 才能夠開始做的事情 但是呢 當我們把這件事情一定程度上 世俗化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看作是一個 就是一個political的一個 一個maneuver 或一個political的gesture 就是說你做這件事情 是因為你想要整個社會 更重視某些事情 所謂議題形態的市長參選 那這個在很多歐洲國家 我們有看到很多像海盜黨 或者是綠黨的 或者甚至沒有黨派的朋友們 他們參選真的就是為了 這樣子的一個目的 那以前在台灣這個真的比較少見 那但是在目前我們看到 這個狀況越來越多 那我覺得對公民社會 把這個市長這個角色 或者for the matter 政委這個角色 不要看成是什麼長官 而是就是有一個特殊的想法 然後用這個想法來服務大家的人 就是它會讓民主神話 變得更容易一點 所以我覺得這種所謂的素人 越多能夠把自己的想法 如果大家講清楚的素人來參選 我覺得是相當好的一個發展 那有這個朋友同事又問說 加入政府部門之後 有沒有什麼願意分享的感想 我有一個感想就是說 因為我是 我自己的個人的政治主張 大家可能知道是安娜奇 就是無政府主義 那安娜奇一句話講就是說 就是說我不給命令 然後我也不接受命令 我根本就不相信命令 我不相信何曾 我覺得大家如果不是自願 互相結合的話 那麼只要情勢一改變 就能去珍惜 這是我個人的政治主張 所以我自己加入行政院的時候 是有約法三章的 那其中有一個就是 我不會下任何的命令 大家都是願者總共 就是來找我 那我就幫你先忙 不來找我 我也不會找大家麻煩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這個又加我剛剛講的 就是radical transparency 就是我自己在院裡面 主持的所有的會議都有記錄 那這個會議記錄 並不是他習慣的那種 議程加上主席才是決議的 那種會議記錄 這個會議記錄是主字的 就是說每一個人講的每一句話 誰講的它是代表什麼 這個全部都在網路上 而且也都可以直接link in context 那所以在這樣子一種 激進式而透明的這個情況下 我們就看到一個很有趣的一個現象 就是說以前 這個是叫做擬稿階段 就是說政府的意思還沒有形成 我們只是在遇擬我們的想法 擬稿階段按照政府諮詢公開法 我們是不用公開的 但是它有留一個後門說 對公益有必要者得公開之 就是說如果你覺得說 但是我公開我擬稿階段的準備程序 對社會有好處的話 那你可以去公開 但是這個認定呢 按照公務員服務法 是你要覺得有必要 你的長官也要覺得有必要 一整組人裡面只要有 蓋一個張覺得沒有必要 那個東西大家就看不到的 所以通常你搞街道外面是看不到的 那我加入行政院的 所謂三個條件的另外一個 就是我看到的所有東西 對公益都有公開的必要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能夠看得到的東西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不能接觸國家機密 因為國家機密把你進來 所有東西都被污染了 所以我事實上所有的秘件 就是文書啦都是吃的 送到我的那個辦公室的時候 我都是直接轉給我們社密的 一位餐室 我是不會看到的 那所以在這個 radically transparent 就是基金是透明 又加上我不給命令的這個情況下 我們就看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說事務官專業的這些文官們 他們都更願意去創新 更願意提一些成功率不到50%的事情 為什麼呢 後來我慢慢想 就想衝了這個道理 就是說在本來的 你搞街道不公開的這個環境 或者是政務官會下命令的環境底下 如果事情做對了 那大家都會覺得是政務官的功勞 就是最後去剪裁的那個人的功勞 那但是呢 如果事情做錯了的話呢 往往事務官會被認為是執行不利 或者是就被媒體肉搜出來 或者就怎麼樣 那所以說 一個創新的主義 對於提出這個創新主義的文官來講 除非他跟政務官本來就已經有一定的默契 不然對他是只有壞處沒有好處的 因為如果成功了不是他的credit 如果失敗了他會get the blame 那這種情況到底是要提案的 那但是呢 在這種情況之下就剛好相反 就是說如果他提出了一個很好的主義 那麼我就會像 就是在這個禮拜的計較會上面讓大家都可以看到說 我們今年的報酬軟體 之所以這個會能夠完全這個重新設計啊 然後完全這個能夠跟大家 就是跟一堆本來罵得很兇 但是我們邀進來之後就忽然之間變成 這個最好的朋友的這些 就是所謂會吵的小孩進廚房的這個概念 那對就是有些人提議說 說報酬軟體難用到爆炸 然後我們就實際來邀大家進廚房 然後來看自報多啊 華麗刀讓人迷惘啊 一想到報酬心情就不好啊 等等的這些具體的問題 我們開了五場工作坊去加以解決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就會去累積所有的主資稿 大家就可以看到在這五場的就是進行的過程裡面 我們到底是怎麼樣去讓大家都能夠去收斂到 就是我們能夠都能夠接受的 這樣子一種解決方案來 所以呢我們就會在簡報裡面 包含我去聯合國各種這個永續發展相關簡報裡面 都會特別讚美說 當年這個五月一號 有人在網路上面罵要爆炸 五月三號就跳出來邀請他來開工作坊的 就是我們這位專業的事務官 這個我們這個財政部的開放政府聯絡人 楊金恒專偉 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這樣的關係有一個政策的履歷 大家都可以知道說 當年那個想出一個可能是成功率沒有那麼高的 創新方案的那個專業的文官是誰 然後呢這是有一個記錄的 那他就跟這位提案人做支援 這個就開始辦這樣的工作坊 然後一起設計出我們今年的保障軟體 那但是呢如果這整個過程裡面如果失敗了 那因為這是一整套新的政策行程方法一定是我的錯 因為在此之前沒有人這樣子在做政策的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大家就可以在一個如果失敗了都是唐宏的錯 如果成功了都是他的credit 在這樣子的環境裡面去進行工作 那所以我們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們就可以花很多時間去邀請這些專業的文官們來提案 然後來想出一些新的做法 然後在這個過程裡我們幫他們去吸收作用的風險 所以像總統被社會創新黑客送也是一個類似的例子 就是我們會去邀請各個不同領域的朋友們 我來看這邊其實就是第一次和選民的交易 還有一次和選民的相關在這上面 就是我愛一個主要就是 我們要去遇到大家的壓力 就是說他們在提案的時候 都會找一些民間協力的朋友們 不管是協會還是一些個人還是一些廠商 然後來提案 但是提案之後他們就說我們配合辦理 但是怎麼看都是 他們已經放在抽屜兩三年的案子 所以我們創造出這種 讓他們看起來是cross sectoral 就是跨部門的提案 但是又把他們實際執行的那個cost 就是它的operation cost 它的營運成本減到最低 把它吸收到營運成本 然後又讓它的政治風險減到最低 然後又讓它能夠取得的政治的拘束力 把它加到最高 因為如果它有入選的話 那幫忙它調這些資料的PM就是總統 那理論上不應該有總統調不到的資料 所以在這樣子的過程裡面 大家就更勇於創新 在這個過程裡面 從承辦的角度 它並沒有花了額外的力氣 從中介主管科長的角度 只可以減低它創新的風險 從高階文化的角度來看 這是它有credit的一件事情 那在這三層都不犧牲的情況下 基本上創新是非常容易發生的 那這個我覺得是 因為我自己 如果按照我的真實理想 現在完全沒有課程結構 但是我有生之年 可能沒有辦法完全取消掉 所有的課程結構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一次一次 透過這樣子的共同創作的空間 只要更往這種跨部門的 多方利害關係來一起解決問題 跨出一步 對我來講都是很值得珍惜的 並不是說 我很激進的說 現在所有的課程結構就要廢除掉 但是我讓大家看到說 有時候不要用課程結構 或許才真的能夠解決社會問題 有其他朋友想知道說 這期社會對於性格教育 有相當的奇異存在 那會提及政府其中下強大功能在於 在於以不製造對焰的前提來調合社會立場 想請問對於目前的性貧教育 有什麼看法 這個題目我們在Join平台上面常常提到 而且常常就是跟那個時區案一樣 就是8000個人提正方 8000個人提反方 這個對我們是一個經常發生的題目 那也跟時區案一樣 就是說我們在處理的時候 我們盡量不會是用一個很抽象的改變 所謂性別平權來處理 我們在處理的時候 都是用一個很具象的題目 就是一個很specific的題目 那這個後面是有一個 就是政治學的一個理論基礎 應該是Roth吧 他提出了一個概念 叫做Overlapping Consensus 就是重疊的共識 什麼叫重疊的共識呢 就是說如果大家是來自於不同的文化 天主教的文化 佛教道教的文化 或者科學的文化等等 這些題目大概都有自己的世界觀 所以當你在討論抽象的概念的時候 你基本上不可能受到共識 就這個問題裡面 你含的那個共識是不可能的 因為大家一開始的立基點就不一樣 但是如果你在討論的 並不是很抽象的東西 而是一個很具體的個案 好比像說單身的女性 應該有去進行人工生職 按照人工生職法的權利 那這個時候 這件事情 大家會忽然之間覺得說 那我可以 雖不滿意但可接受 我可以收斂到某些具體的方案 為什麼呢 因為在這種具體的案例裡面 大家就可以去超脫掉 自己的那一個position 像在這個題目 我們在寫作會議討論的時候 大概不到半小時 大家都已經超脫到了一個position 就是說 我們要追求小孩最佳的利益 不管是哪一方的朋友 這個就是 我們真的來了不少 大家可能都有聽過的人 這個護家盟的朋友 貫皮盟的朋友 女兒聯繫的朋友 兒夫聯盟的朋友 但是因為我們在處理的是 一個很specific的案例 在那不到半小時 就都已經到達說 好 那我們就是來討論 怎麼樣子是小孩的最佳利益 的這樣子一個態度上面來 你如果是討論很大的 廣大的性貧教育 或者平權的平穩的話 他們是沒有辦法那麼快 收斂到這種共同的價值來的 其實我們最近在join平台 一直都在處理這種 利益關係人沒有辦法到場 利益關係人也不會投票 還沒出生小孩 當然沒有辦法投票 我們討論動保吉察安的時候 貓跟狗當然也不會投票 也沒有辦法來 我們討論這個 海洋國家公園的時候 魚也不會投票 然後珊瑚也不會投票 所以說我們盡可能找的角度都是 那些真的沒有辦法到場 但是隨意到場的人 就必須要放棄一點點 自己的承見的 那樣子的一個aspect 你如果從這個角度去潛入的話 就比較容易去 收斂到共同的公式 所以這個單身女性人工生殖 我們到最後 還真的收到了一些共識 就是說我們要先讓整個社會 對於單親的這件事情 它的支持 以及不要把它當作是一種歧視的概念 因為你不是人工生殖 你也有各種原因會變成單親家庭 所以這整件事情要先把它去物名化 然後去讓你這個現有的一些行政體系 或者別的體系裡面的一些歧視 把它這個處理掉 這個之後我們才有相對應的配套 那這個配套包含它是否有能力 這個就是帶小孩啊等等的這些 一些自憑的一些機制 然後跟這些awareness 然後在後面還有社會安全網 等等這些配套的情況之下 我們再來回來檢討聯工生殖法 所以我這邊要講的就是說 這個東西它本身就是性品教育 這整個討論就是性品教育 而且這五千多位連署的朋友們 當他們在綜合回應裡面 收到我們這次討論的逐字稿 錄影 360度錄影的時候 我們很快就看到他們各自去辦了讀書會 各自去辦了更多後面的這件事情 而且我在社群媒體上面還看到說 就是很佩服對方的 好比像說張手藝老師的風度 就是說他可以這個性品契合的講等等這些事情 就是說他們之間的社會關係 沒有因為這種討論而那麼撕裂 而是因為這種討論 而稍微跟彼此更站緊了一點點 所以我們只要在挑題目的時候 是挑這種有overlapping consensus的可能性的題目 我們就可以把看起來好像是勢不兩立的 各個方面慢慢變成 就是好像在拔河的那個畫面 慢慢變成大家的力量 可以一起來為了 就是好像說小孩的追加利益 去進行討論 那所以我覺得性品教育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那我們政府只要一直執行 這樣子的一些角度 我覺得就可以避免現在很多的 就是大幅度撕裂社會的這些爭議 因為你經過這樣一次討論之後 就比較不會被很激烈的言論 所影響或洗腦 反而你可以反過頭來去 影響那些很激烈的朋友 有六位朋友想知道說 目前台灣機制教育的發展方向 是否符合社會創新發展的一個趨勢 非常好的問題 機制教育 因為我們現在時間不是很多 所以可以開Semina 那我們看到很多社會企業的朋友 好比想說像機制3.0的 應該是尾牆吧 然後跟一些就是現在在做機制國手 讓它更融入社區 他們有很多project 好比想說去這個比較那種不喘不死 就是既不是非常偏向 也不是非常都會的學校 去幫忙他們去做粉刷 整修美化等等這些朋友 讓這些機制能夠更融入社會的這些朋友 他們大概都碰到一個 都提出一個共同的一個論點 就是說我們對於機制的這個將材 工匠的將或者是將軍的將 這個社會的認知 Social recognition 並沒有很高 然後而且尤其是很多人他到達他的公益的 一個能夠出師的這個情況下 他其實是可能才17歲或18歲 但是在那個時候他處在一個很尷尬的情況 就是說他在刑法上或兒少保護法上是成年了 可是在民法上面還沒成年 所以他要做什麼事情呢 大概都要他爸媽同意 那但是他爸媽很可能希望他 還是無論如何念這個思念的大學學位 然後再投入對他的公益的這個專業 那他如果要在民法上面違抗他媽媽 那我的一個做法就是跑去結婚 這好像不是能夠推薦大家去做的一件事情 所以就是說我們要讓16到18歲的朋友們 對機制能夠覺得說 我不但這是一機制場 而且這個對社會有正向社會影響力 而且未來當我需要更多的資源的時候 我可以隨時回到大學系統來取得 建立這樣子的心情 我們現在的學會授予法 或者一些相關的規定 其實是跟這個東西是打架的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們現在這些都在調整 都在修改 就是未來大學可能就變成是 好像你陪伴你一生 所以是需要用的時候 來用個一兩年的資源 那但是並不是一個系所 好像就關在裡面四年或六年 而是說你可以系進院出 院進系出 跨校選修 或者是技術高中畢業之後 先去工作個兩三年 需要一些管理權知識或一些別的知識 再回來去接受理論工具的訓練 等等的這些比較彈性的這種互動方法 接下來都會在我們從國教限界高教裡面 去加以落實 不過我目前也就是以教育部的簡報 大概知道到這裡 具體要怎麼落實 據說最後還是回到家長的期望 就是如果家長還是覺得說 學校是訓練一技之長 然後這個一技之長 還要跟領域的小孩相比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我們就很難要求 學校能夠realize 所謂的一生一科表 或者每個學生所謂的事情揚起來的這個部分 那所以社會教育的這部分 我想我們也是非常需要去加強 那除此之外 當然就是在進職的養成過程裡面 我們儘可能是 就是透過他們有解決社會問題 解決他個人的問題 然後也把這個解決方案 能夠聯繫到所有正在解決 類似社會問題的朋友的這個支持系統做出來 那這個是我們比較有信心的 也是在社會創新發展方案裡面 回去寒闊 有六位朋友說 就是北京方面使用網路實名制 來管制人民 雖然可以抑制犯罪 但是是不是真的需要實名 才能夠防止犯罪 當然不是 應該這樣講 就是像我們在眾議平台 我們並不是防止犯罪 但是我們需要防止灌票 就是說如果你任何人 可以註冊五千個email帳號 然後就把自己的任何提案 都灌到五千票 對我們來講 當然會造成一定的困難 所以我們目前的做法是說 如果要連署的話 你得先進行一次的 手機的簡訊的 認真碼的輸入 那輸入之後 你就可以很迷的去登入 然後你就不需要 再用你的手機收簡訊了 那這個原因就是 就是因為一個人要申請五千支手機門號 是很困難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透過這也不是實名值 事實上 理論上你在這個平台上面的所有的發言 你可以去你自己的暱稱 它也沒有那麼容易被還原回你的真實身份 你要是真的非常非常care 就是你的手機的門號會發現的話 那你可以去一個SIM卡搬手機 不需要身份上的國家搬一支手機 我的意思是說 它是介於完全實名值跟完全匿名中間 我們試著在每一個社會的應用裡面 找到盡可能保障大家的一定程度的 非實名參與權 但是又還是能夠去控制說 不是你寫一支程式就可以創造五百個帳號 然後就是營造一個這個 不是很友善的虛擬討論空間的這樣一個情況 所以每一個空間要做自己的權衡 但是我們在權衡的時候 蒐集個人資料的時候都是以技巧化為目標 就是我們只蒐集 我們絕對必要蒐集的個人資料 那所以這個的目的是 因為我們是把我們的言論自由 包含用筆名發表言論的自由 看作是一個資產 看作是一個優勢 而不是看作是一個需要解決的社會問題 那我在這邊再舉一個例子來講 就是像我們在社會上的實驗中心 大家如果進去的話 會看到我們掛一個空隙品質的檢測器在那邊 那在台灣 據說我們在G0B臨時政府的臨時空物觀測網裡面 就結合一個叫做空氣盒子LAST的計劃 全台灣有大概2000個左右的公民 自己用自己的不管是學校 辦公室還是陽台 去放這種很便宜的PM2.5跟其他空氣品質的偵測器 大家就可以一下子看到目前空氣品質的趨勢 那環保署當然他們也會逐漸不減接近一萬個點 可是環保署部件的點不一定是你家的 所以很多人care的 還是跟我生活最密切的那些點 它的空氣品質 但是這件事情我們並沒有要求 這個G0B的網絡並沒有要求上傳的人 他一定要用身份證 一定要使命 一定要怎麼樣 所以理論上 如果你想要營造某個地方空氣品質非常差的感覺的話 你是可以game the system 去想辦法讓這個系統有很多outlier 但是當然在中研院有很多老師透過一些模式分析 他可以去除掉這些來亂的 或者不一定是來亂的 他可能只是他的感色器壞掉的這些朋友 但是這個都是自律的 這個並不是政府說我們透過使命制來做這件事情 那這個不但跟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不一樣 也跟亞洲絕大部分政府不一樣 我們在國際研討會上分享這個ILE的時候 很多亞洲的別的國家朋友都說 不要說到2000個站點了 只要到200個就會被查水表 就是請去喝茶 因為這個東西的可信度已經超過環保暑了 到這個大小的時候 但是在亞洲別的國家 它沒有那麼絕對的聯絡國際為自由的時候 當它的公信力超過政府的時候 這個發現可能就會遭遇不測 但是在我們這邊是完全是相反的 就是我們公民社會的力量跟可信度 其實是憂鬱政府的 而政府也了解到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每次看到這種計劃 我們在中央政府就是採取一個 打不過就加入的態度 所以我們的公共民社會聯網 我們的全灘技術計劃 大家如果去看我們的實際要達成的目標 是可能好比上說讓公演員來生產便宜的 但是精確度高的 國產的PM2.5偵測器 去幫忙這些朋友們取得更高的精確度 也就是說更威脅到政府的核心度 然後又或者是說 我們會請國網中心去把所有的 不管是空氣品質 地震 水 資源 防災 各種資訊 通通都集中在他們的高速運算中心 讓民間要跑這些模特兒的朋友們 不用下載全部的資料 他也可以自己把自己的運算模型上載到這邊 甚至還有朋友用無人機 在這些側站高空 100 200 300 meter的地方去蒐集 哪些是境外 哪些是地上的染源等等這些資料 那為什麼我們願意花那麼多的各位的拿稅錢 去把所有的資料整合在同樣的平台 然後用這個平台幾乎是免費的倒貼錢的 讓民間的公民科技的朋友們來上面做運算呢 原因就是因為我們覺得社會互信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如果現在有兩個做這個大旗預測的朋友們 有截然不同的對於空屋的解釋 雙方都只有一小部分的資料 然後又不共享彼此的資料的來源 這其實是沒有辦法做對話的 那就是你相信誰的問題而已 那但是如果我們現在就是說我們營造一個環境 然後所有的資料都必須集中在這裡 不同的prediction model就是在同一個資料集上面 在國網中心跑 而且這個跑的過程 用的資料可能寫在區塊鏈上面 又保證是不可篡改的 那這個時候才有科學可以做 你才能知道說怎麼樣的預測模型好 怎麼樣的預測模型不好 所以我們覺得這種就是foundational trust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們就願意投入很多資源 那當我們投入很多資源 跟民間一起協作之後 忽然這個東西就變成一個solution 那這個solution就可以外銷啊 所以事實上空氣盒子 現在已經放到非常多的地方了 那這些地方的政府 在他們的可信度被威脅的時候 像這個比利時的那個議員團 就是在我今天下午我來之前才剛來啊 就是說那當我們可信度被威脅的時候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呢 所以我們又有一套數位置聯模型可以賣給他們 所以我意思是說 這一切都是三個部門互相整合的 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說 我們一開始對於對公部門的信任度不夠的朋友 我們允許大家用匿名的方式參加 但是當大家願意這個相信到一定程度 願意這個face to face slide 的時候 我們也願意隨時大家禮拜三都可以來找我 那在完全領域跟完全實名中間 不管是大家用slido的取一個nictine來留言啊 或者是透過直播啊等等的方式 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comfortable的地方 我們是把這樣子的言論自由看作是一個資產 不是看作是一個要解決的社會問題 有國外朋友們說 健保年虧千億到109年破產 三代健保即將出爐 請問有何方法讓健保不再繼續虧損 我真的有好處就是我不懂的 我就會說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這個題目沒有到我手上過 那在那個健保就是他們 就是國外要不要就是旅居太久的朋友 要不要有庭保制度這個案子上面 我有大概聽健保署分享 他們目前試算跟調整的基準 對我來講是我覺得那個模型很make sense 但是我並沒有自己去算過一遍 然後我也就是不渡到衛福部 所以我只能說我當時看簡報的時候 我覺得他們make sense 但是我對這個東西的研究 一定沒有這位提問題的朋友多 所以不好意思 我沒有太多可以貢獻的地方 有五位朋友說 對於企業僱用身心障礙者 這位遍地雖然有身障的相關的罰則 但是寧願僱罰款而不願意雇用 我的看法 我有一些看法 這個是有的 就是我覺得這個跟我們的電傳勞動的環境 這個不夠友善是有非常大的關係 我們在行政院我們辦公室是第一個用所謂的遠距工作 去收見習生的一個組織 在此之前見習生都是要來行政院或者是要來各機關 但是因為我們要見習生做的事情 是看所有政府的所有網站的行動版 然後確保它在Android和iOS手機上面 都跟這個手機板要跟桌面板一樣好用 而且如果不好用的話 也讓這些專業的學生朋友們 來讓我們可以看到說怎麼樣才能夠解決問題 我們去年run的是桌面板跟iPad就是平板上面的部分 大概有動員25位前習生 那我們在今年就是用35位前習生去對行動版去做這些事情 那各位都可以看到說每一個網站 我這邊是隨便點一個 並不是對法務部有什麼情緒 就是都可以看到說大家在看的時候會挑出一些錯誤 但如果是這樣的話其實就跟來這個就是來踢館的朋友們有什麼兩樣 所以我們在裡面也有就是資訊專業的朋友們 設計專業的朋友們 在看到別的見習生挑出來的錯誤的時候 就直接去看那個網頁的程式嘛 然後告訴廠商說你看只要把這三號換成另外三號 之後你就解決了 所以這是第一次從各部會的角度來看 這些學生不是來找查的 而是帶著禮物來的 那只要把這些連結貼給他們廠商 他們廠商就會立刻修正這個問題 然後也讓他們不會再一直接電話接到手軟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各部會對於這些見習生都是非常的歡迎 而這些見習生裡面只有很少數是在台北 大家都是在各自不同的地方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 當我們在跟遠距的朋友們工作的時候 我們是一直到他實際來見面 我才發現他是做人意 也就是說他做這件事情 跟他的腎臟的狀況 事實上是完全沒有聯繫的 我們也不會因為他是腎臟 而對他就是特別好或特別不好 但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們反而可以很容易地去 engage 到正確的趴數的腎臟朋友 因為我們一開始就沒有起始 那其實很多工作環境 就是可以透過 不只是實體空間的無障礙設計 也可以透過把很多的工作變成 根本不是需要在實體空間做 我們現在也有電船勞動的準則 理論上我們該有的法規都有了 但是在文化上 我們好像一直還是覺得說 也可以把一堆人調到好一個地方開會 顯得很powerful 我一直不知道為什麼 那但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就反而造成成讓朋友們的一些不變 那但是我覺得現在我們在一個很好的時機 就是因為大家都知道 現在院長在講受度檢壓 所以我們現在在院裡面 就一直在測這種就是遠距 然後各個不同的辦公室 合併成同一個辦公室 可能一半在高雄 另外一半在中心村 這樣子的一種開會方式 那再加上院長常常會去 下一下各種地方去巡視 所以我們的這個就是電船勞動 在行政院裡面的capability building 忽然之間變成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們常常開這套會議 那當然我們也希望說 接下來各院的朋友們 像也有很多住高雄的立委 跟我說他晚上跑選明 午午早上要到立法院質詢 這個他真的是 睡覺都是在高鐵上睡的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 就是不是很好的生活品質 那他也希望說透過視訊 或者是甚至未來VR的這個質詢 或者是這種開會的環境 他能夠很就事論式的做高品質的討論 但是他就不用離開高雄這樣 所以這整件事情 同樣的也會讓 有各種身體障礙的朋友們更容易 那甚至也包含 這個如果你有 好像說聽覺方面 或者是講話方面的問題 透過電子的系統 其實是更容易 即時的去把講的話變成字幕 把一大的字變成發出來的聲音 或者是甚至自動授語翻譯等等 也就是說當我們有越多的 這種電傳東西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放越多的輔助科技在裡面 那借給目前行政院以前是非常落後的 現在我們現在 多多少少可以開始有一些標竿的案例 然後讓民間的朋友們 也可以分享我們這些做的做法 有四位朋友想要知道說 想請問對於審議 通過四項全國性公民投票案的看法 以及如何看待胡佳盟的這個主張 我想我們現在在討論很多題目的時候 像在Join平台上面有五千位朋友 希望我們討論這個 雖然國庫還有虧空 也要很多公債沒有還掉 但是財政部預估要收到的稅款 比它實際收到的稅款要來得少 所以所謂的超徵 可是超徵並不是盈余的意思 但是很多朋友就會說 那你既然超徵了 那是不是可以還我們一些錢 就是發一些錢回來給市民 那這個其實是對於超徵這兩個字的 我不敢說是誤解了 但是是一個不同的詮釋 這樣子都講好了 那所以我們就會對於這個這件事情 包含這個水改聯盟的朋友 然後以及各個不同副選書 國庫數等等的朋友 我們看到我們主持人現在 我正在演講的時候 還很辛苦的在準備明天的協作會議討論 然後試著把這個財政部之前用專業語言 因此讓大家都有所誤解的一些溝通 來大家祭祀光益 做成大家更聽不懂的樣子 為什麼我會講這個呢 是因為這個剛好也是一個公投題目 所以這件事情呢 我們在明天討論裡面 就會讓中選會的朋友們 中選會的一位高級分析師 參加我們的協作會議的討論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 是因為按照公投法 你即使成案之後 接下來還有一些聽證會 或者一些說明會要辦 那在這個說明會裡面 是我們的一個機會 去讓一開始的這個提案 如果它是基於一些事實上 沒有對齊的東西 我們把這個事實對齊 我們如果不做這件事情的話 每一次的公投按照國外的經驗 很可能是更撕裂社會 但是呢按照國外別的地方 像瑞士的經驗 如果有這種充分的事前的討論的話 每次公投可以更凝聚社會的 這個公民的素養跟互相教育 所以我們當然盡可能希望跟瑞士一樣 而不要等我就不要點名的 其他的這個有公投法的地方一樣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裡一定不是特別針對護家盟 或者是伴侶盟 或者是蔡水美格檸檬 或者是顧庫署 但是我們越多這種可以互相 就事論事討論的 overlapping consensus 的地方 我們就越不會讓公投變成 一個撕裂社會的一個工作 那所以這個也是為什麼中選會 很願意繼續派人參加 我們開放政府聯絡的網絡 因為我們等於就是用居宿率比公投小一點 指居宿行政院的各級機關的這種聯署平台 去預演了居宿率更大 甚至可以居宿率法院的公投平台 我們等於先好像training wheels 就是學步車 先學步了大概接近兩年左右 那現在我們就要迎接這個公投的挑戰 就是要站起來要轉大人了這樣 有另外的朋友們說 教育部提倡高校創新各大學的職業 推動課程創新轉型的改變 但很多的研究室計畫或者創新課程 會受到行政程序或經費核銷的限制 浪費很多時間能力 甚至影響到計畫案執行與成效 是否高校行政也可以稍微創新一下 這個其實我自己個人並沒有參與太多 各位可能知道我是國中二年級載學 我連高中都沒有念 所以我剛剛也不知道大學怎麼跟你說真的 但是就是說我還是有聽到一些 就是類似的聲音啦 我們這邊有調整的幾件事情 一個是採購法跟工程會管採購嘛 然後國發會在管考的那一部分 有一些人跟認識先生總是 有一些核銷相關的規定 我們盡可能這兩個部分的簡化 大概都有做 像上個月採購法採發小額採購 從十萬變成一百萬 那所以你的Discretionary Budget 可以用的彈性就變得比較多 那我們採購法的修正案也在立法院 所以未來就是有利表以前是要寫理由 然後那個承辦人就要負責 但是對利表你不用寫理由 所以大家都跑去用對利表 但是現在就是有利表你也不用寫理由 那就是你覺得合適你就是用 那甚至就是有一些 有好幾家都是費有利表 那你取得最有利的 那它如果到最後沒有deliver 或者它在中間就跑掉了 那以前都要重新照片 它現在可以for back到第二位等等 就是有些很實物的東西 我們大概都是有在調整 那核銷的部分 包含以前都一定要什麼高鐵票啊 還是一定要機票啊 還要拍個照啊什麼的這些東西 我們也都在就是主計跟國發會那邊 都已經把它放款了 不過我們也觀察到 就是說我們在工程會 主計跟國發這邊放款 到地方政府放款 中間好像都會有半年一年的delay 地方政府放款到各位在學校這邊放款 行政人員收到這個罕證 會願意調整 校內的規則可能要經過半年一年 所以就是說在這裡還是有一段 就是propagation的一個時間 但是至少就是說 我們在商有盡可能都進行去放鬆 那如果大家就是實務上 真的碰到一些困難的話 也可以去看一下我們就是檢討這些事情 當時的討論的歷程 這些都在眾議品牌上面的中開講 有七位朋友想要問說 我對於管中明老師 這個至今人無法上任台大校長 請問我的看法 我很誠實地跟各位說 我是院者上課的一位證委 所有教育部的關於管中明老師 的會議通通都沒有要我參加 所以我完全不知道 他們在裡面到底討論了什麼 號稱跨部會的那個 那個所謂理清爭點的那個會議 我也沒有受到邀請 所以我不知道他們在 就是用什麼樣子的方式來做 所以我也是看到只在知道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那我完全沒有INFOMO平臉 就是說我並沒有參與在行政內部 對這件事情的討論 那外部的我的很多朋友 在社交媒體上面提的這個意見 因為我都是專心在寫作會議上 其實也沒有那麼多的時間去關注 所以就是此案我跟各位一樣 一無所惜 我沒有辦法有一個INFOMO平臉 有四位朋友說 雖然現在的課章已經包含 較多元的全面領域 但是社會還是文憑主義當道 長久下來對社會結構有什麼衝擊 有幾個 有一些我們青年諮詢委員會跟我們說 就是說它好不容易考到了 可能還重考大學 然後取得了學位 然後甚至讀到了碩士什麼之類 然後就發現說這個文憑 並沒有讓它的待遇 或社會地位有多增加 然後就有一種受騙的感覺 這個我想是實際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以前 這個是一個indicator 就是說你大學領域幫忙去 對人才做一些篩檢嘛 那但是現在因為新的領域 跟新的技能出現得太快了 所以以至於說 當你進入大學 到你研究所出來的時候 其實整個領域的roll map 或者是它的後面的knowledge 都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所以這個時候你可以證明說 你在六年之前 對於六年前的某個學門是很厲害的 但是那個學門現在已經被自動化掉了 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現在真的是 就是這個篩檢的 就是social indicator這件事情 不是非常好用 那所以我們現在當然 我剛剛有講說學會手癒法 我們正在試著把大學 它比較是類似像學成志 或者是像如果有玩線上遊戲的話 成就解鎖 就是你跟大學所提供的這個平台上面的 哪些其他人一起完成了某個一年或兩年期的project 可能會比較長這樣子 而比較不是說什麼什麼系 低級級畢業那樣子 所以就是說我們本身的format也需要有所改變 這樣子大家才能夠更 直到說現在大家看重的是協同工作的能力 是找到自己合適的那個跑道的能力 而不是在共同的兩三個跑道上跑得比較快一點點的 那個據說叫精神力 但我一直不知道為什麼要很要做能力的東西 那所以就是說在這個情況下 我想文憑的定義也會有所改變 那當然再加上實驗教育法 現在實驗大學未來也可以辦了 甚至社區大學 我們會有各種不同的colleco大學 來提供這樣子的教育的資源 所以我想這個東西台灣社會結構 我覺得我們在東亞的印式教育的文化權裡面 我們已經算是比較早走出來了 還是可以扮演區域的角色 但是就是說這個過程裡面有很多social assumption 確實會受到挑戰 那這個就是陪伴大家一起進行挑戰了 有四位朋友說 思考在製造者創客方面有籌劃 或者是政府支援或者是合作 以我的理解就是說 台灣創客網vmaker.tw 有目前所有我們在實驗院跟創客有關 就是製造有關的訊息啊地圖啊 所有這些東西就請參閱 那這個其實是有蠻多的點的 然後我也覺得這個對於就是機制教育的 就是它變成社會的理所當然的一部分 而不是只有少數人在care的一件事情 我覺得是非常有幫助 那不過這部分就是maker的部分 我目前沒有到我的工作領域裡面 我大概也是看這個網站來瞭解 有四位朋友想要知道說 夜市越來越相近啊 反而失去了各地方的特色 台灣觀光的創新是否有更好的建議或者是做法 夜市 我觀夜市的青年並沒有很多 所以其實我很難去想像 我有一個朋友叫王景宏 他本來在嘉義 然後現在到新北市資訊中心 那他在嘉義的這個告別之作 就是他在燈會的時候 去把寶可夢這個帶到那邊去 所以他跟寶可夢那家公司合作 然後實際去在就是每一個 他們有地方各特色的地方 安排各種各樣不同的Pokemon 然後就很成功吸引到大批的人潮 然後去用一種網路實體結合的方式 去介紹他們當地的特色 我覺得那是非常有創意的一個做法 就是說我們現在很多時候 大家所謂的到某個地點觀光 他在那個之前就已經認識那個地點 但是認識的方式是透過文創 是透過現象虛擬的環境 是透過這些東西 所以當他到那邊去觀光的時候 那是去潮生 而不是真的是新認識那樣子的一個地方 這跟我們本來的觀光的想法 事實上是不一樣的 而且這樣子的情況 他也比較可能是自由行 而不是團客 團客的話也是一群這個 有共同興趣的這個阿宅 這個組成的團 所以我意思是說 這種狀態跟我們傳統的觀光 情況不太一樣 大部分的資訊 都必須在網路上面先去呈現 先去揭露 所以這個是目前觀察到的情況 但是就是至於對於特定的 就是夜市這個地方 或是族群我的實際的第一手經驗 就不是很夠 所以我沒有辦法給出非常多的貢獻 見其生的計畫內容 是不是可以分享給師 當然可以 我們是在rayray.pds.tw 你找ray2018或2017就會找到 包含我們整個中間的專案記錄 我們實施的要點 我們怎麼樣辦見面會 然後籌備階段我們做了哪些工作 所有這些東西 我們都完整的公佈在我們網路上 所以本來就是各個學校或機關 想要試用 之後就可以直接拿去用 那我記得像我們內閣的一個成員 互公博物院 對 他們也就拿這個去參考 去做他們的青年參與 跟就是間隙神的一個計畫 許多青年用貸款來創業 由於經驗不足 常常反而背負債款 是不是有追蹤以及改善的方法 我們因為這件事情 最特別在我們新創原本網上面 有一個叫做借錢免還的一個專區 它真的叫做借錢免還 那就是包含用補助的方法 用競賽獎金的方法 那然後而且是分成 就是一百萬一千萬三千萬跟一億 各種各樣的等級 對 那它真的叫借錢免還 所以我想這裡的重點是說 我們不會把大家的第一次創業 都當作是最後一次創業 對 我們如果要網址的話 它是在我們se.pdis.tw 然後左上角的找資金 然後創業資金快速一來 Anyway 我要講的是說 我們在第一次創業的時候 我們希望的是吸收創業的風險 而不是說覺得他第一次 就要長成獨角色 這大概不可能 就是說我們看到真的好的創業家 大概都是軸轉 軸轉就是失敗的比較客氣的講法 軸轉了大概四五次之後 才能夠找到一個work working的business model 所以我們從人才配育的角度來看 像教育部的USARC 它就是甚至你還在學的時候 就讓你體驗軸轉的感受 那這樣子它當然是學習的一部分 而不是讓大家背負巨額的債務 所以在這裡我覺得我們也不是說 好像一定要大家一定要所有人都來創業 在創業的生態系裡面 有各種各樣不同角色的朋友 如果你是要到SIDS才加入 你到AWIN才加入 你到各種不同的情況才加入 還是有很多可以發展場才的地方 好的founder或co-founder 不一定是好的manager 所以就是說大家有各種不同加入的事件 但是我們需要的就是說 讓大家在一開始前幾次練習的時候 新手層的時候 不要承受太大的負擔 所以我們現在大概都是說 如果你的project可以有社會影響力 你的社會影響力剛好對齊 我們這三十個NPO 就是各個部會的市政目標 那就比較有很多借錢面環的方案 可以讓大家來練習 那但是就是說當比這個再多了 那可能到就是mid to late stage的話 當然有更多這個郵街郵化 或甚至像國發基金那樣的 Matching Fund 這些東西可以去做 請分享台灣在AI IoT Cloud產業的政策 以及產業競爭力提升的方向 我們這些都有專門的網站在講 好比像說像AI 就有ai.taiwan.gov.tw 那剩意就會有bio.taiwan.gov.tw 這是我們一系列外交政策的一部分 就是說在此之前 每一個專案它只要牽扯到三四個部會 你都會要在三四個各種部會去navigate 而且他們還不一定都有英文網站 即使有的話翻譯品質也未必很高 那但是現在呢 我們就是有共同的一個brand 就是台灣.gov.tw 那AI Taiwan Digi Plus 就是Smart Taiwan Bio Taiwan 那或者是其他部分 這些都會直接在上面去公佈 然後去讓大家看得比較清楚 然後還會有一些相關的一些event 那我在這邊只想講一個概念 就是regulatory co-creation 主要的原因也是因為我只剩兩分鐘了 regulatory co-creation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在AI來的時候 我們不是用一個top down的方式說 明天這個無人車就上路 我們是在像剛剛空總社創中心 就是有喜哈爾華的網球長的那個地方 我們這一陣子一直都有無人的三輪車 在那邊開來開去 那為什麼是三輪車 是因為它用的是行人路權 所以它不太需要再去做法規調試 而且它很便宜 它是open source的 任何像北科大的學生 就可以自己弄個幾台 然後去改上面的軟體跟硬體 讓大家看到說 你要put it over 就是你要攔它停車 你要怎麼跟它互動 它上面放幾個大眼睛 會不會大家更知道 它現在正在注意哪裡 如果真的發生事故 狀況人會怎麼樣 但是它要怎麼樣 把它看到的事情解釋給人聽得懂 人要怎麼樣知道 它現在intention是什麼 那像這種互相互動的這個部分 這個就是我們可能下個月 會送到立法院的那個 無人載序剎盒 就是無人載序創新實驗條例的一個精神 就是說我們不是靠政府裡面少數幾個人 去決定這些AI或這些技術要怎麼樣融入社會 我們是靠真的有解決地方的社會需求的朋友 好比像說像可能澎湖南方四島 他們最需要的並不是無人車 而是無人的船 因為他們就是三級離島 那很需要這種就是交通船 能夠符合他們的這個需求 有這個需求的社會 跟能夠提供這個的廠商 然後跟很專業的 經濟部交通部跟科技部的朋友們 去看這個計劃的這個方面 然後我們就允許他們在六個月十二個月 或一兩年的時間裡面去違法 去違反現有的交通法規 去這個在一定的程度上有保險的情況下 去做一定程度的營運 然後一起讓整個社會去看到說 AI要怎麼融入社會 這是個過程 因為對社會是一件好事 還是一件壞事 那如果這個是一件壞事 我們就感謝投資人 幫大家付了學費 下次不要這樣做 但是如果這是一件好事的話 那立法委員跟這個各部會就會 非常快速的去改變法令 然後讓這件事情變成能夠融入社會的 那這個就叫做regulatory co-creation 那各個地方政府都很願意 來當做這個test field 因為這個test field 不是好像中央政府硬要他們吃一些東西 而是說他們真的覺得說 這個社會上面需要這些東西 來讓他們的社會距離更強 他們就會welcome這些就是 AI或是其他新的技術的產業 來進入他們這邊 然後一起去做社會創新 所以我想就是說 當一個新的技術來的時候 它幫助產業升級 然後去減低成分 然後更高程度的自動化 這些都非常好 這是所謂產業創新 但它也同時讓每個地方的朋友 可以去想說 那我的社會的物性 怎麼樣因此而更好 社會關係怎麼樣因此而改變 等等我們看起來是弱勢的朋友 怎麼樣翻轉成優勢 那這個是所謂社會創新 社創跟產創它不是兩條平行線 它是在一個新的技術來的時候 要同時考慮的兩個方面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接下來就只能快問快答了 好 那我們在這個明日一樣 在亞洲TomorrowAsia 就是5月5號6號在台中的第一次 台灣辦的亞太社會企業大會裡面 特別對於就是 銀髮或者是說勒靈 或者現在據說要叫無靈社會了 有相當多的這個琢磨 那所以很歡迎直接參考我們 明日一樣就這邊所提出來的 不管是市政府層級的 或者是社創的朋友們的一些具體的方案 我覺得這些都是很能夠讓社會凝聚率變好的 電競是否是一種運動 電競當然是一種運動 橋拍也是一種運動 圍棋也是一種運動 正大他們是所謂的智力運動 那這個東西我們之前就已經有過 非常強的一個社會的聲浪 那我們也做了跨部會的理清 簡單來講就是體育 是physical education 但是運動是sport 那所以這兩個並不是同樣的概念 智力運動也可以成為一種運動 這個真的是也是要開seminar的題目 但是最簡單的來講 就是說我們只要讓真實資訊的流通比謠言快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不會有謠言自找的空間 舉例來講 我們在就是行政院的首頁 GOV.TW的E政府 我們第一時間就會把社會上大家對我們施政的一些揣測 在爭議訊息陳青川區這邊即時的去做回應 這就像是任何朋友 你只要每個禮拜約出來一起打球一起吃東西 你在中間聽到別人八卦他 你就絕對不會轉傳出去 你會想說 那我下個禮拜問問他怎麼想 那如果這個朋友一年才見一次面 每次講話都是一堆官樣文章 那這樣的話 當然這個謠言就有資長的空間 所以我們透過公開的結構化的即時的這種澄清 以及公民社會像G0V 有另外一個專案叫做COFAX 就是真的假的 那你這個真的假的 你只要加它當作LineBot 那它就可以在Line上面 對你轉傳給它的一個連結 來告訴你說這個到底是謠言 還是不是謠言 這裡面大概只有十分之一跟政府有關 有很多都是什麼跟什麼一起吃就會怎麼樣 但是據說這個群組裡面 這個大家最想要轉越大家最想要關心彼此的身體 但是這個東西是上面有很多專業的新聞工作者 跟醫藥工作者在幫大家做這個事實查核的這件事情 其實每個政委的風格都不一樣 但是so far 我覺得就是大家陪著院長下降的過程裡面 其實大概都很能夠這樣面對面跟大家溝通 這個比較是循環經濟的這件事情 我知道有相當多社企在做這個部分 但是我自己對這個方面的技術並不是非常的熟悉 所以同樣的還是請到SEPs 然後社會創新企業登記 然後去找循環經濟或者非記錄處理的這部分 然後他們就會看到非常多的事情 再做這些題目 我覺得這個資料庫真的非常好用 就是你不只是看到它為什麼要辦這件事情 你也馬上可以看到怎麼樣跟它透過產品或者服務發生關係 所以它是非常接地氣的一個資料庫 我是覺得當然就是人才的外流是大家都會問的題目 但我覺得重點是對流啦 就是說我們怎麼樣讓其他地方的朋友們也願意來這邊發展社會影響力 那這個就是外國人才來裁判啊 方案 四合一金卡等等產創這些東西 我覺得我們在今年終於交往非常過正的 因為日本以前是最不允許外國人才流入 現在交往過正了變成最允許 那我們現在從第二嚴格現在也變成第二寬鬆了 所以我是覺得我還蠻樂觀的就是關於人才的對流的部分 那是不是有一個地方可以整合所有政府的資訊 剛剛那個yweb.gov.tw理論上就是要完成這件事情 但它目前還是類似一個portal 就是如果一件事情你要跑四個零規去辦 現在也許你還是要上四個網站 那gov.tw就是幫你把四個網站的流程畫給你看 但我們接下來要做的就是政府數位服務診責 GDSP就是要從大家的工作的這個 touch point當作出發點 就是你在life event 就是十一柱形的某個點 你跟政府要發生某種transaction的時候 這個時候我們是用這個服務當出發點 去統合後面的這些網站 而不是讓你一定要去四個網站填一樣的資料 所以這個部分從今年開始工商登記 護遺症 然後核銷這些東西我們都會開始pilot 那慢慢就會還有那個衛福部的那個社會的那個福利申請等等 這些部分我們會先把這些major life event 都把它變成一件事 然後慢慢再把這些東西擴增到其他的life event 然後感謝公文給了非常非常多的連結 我們最後一個問題是說 這個對於師兄會員會教學有什麼樣的想法 效益會更好 我會建議說第一次還是面對面 然後大家一起吃點東西 然後你再腦裡有對方的mental model之後 然後接下來再透過試選 如果你第一次就要跟陌生人試選的話 那我會建議至少要到2K HD1080P是最低的解析度 2K是最好的 當然4K就更好了 為什麼呢 因為解析度到2K以上的時候 你才看得到對方的micro expression 就是維繫的表情 維繫的表情是讓我們知道對方 是不是正在聽得很無聊 或者是覺得說很有趣很興奮 或者大家注意力到底在哪裡 那如果你沒有看過這個人 而你又看不到他的微表情的話 那就會腦補 那腦補當然是最好補 但是補的大部分都是錯的 所以說你會看到你自己想看的東西 所以感覺上就是 大家都從頭到尾反應很好 但事實上太無聊要死 只是因為是SD 所以就是你就看不到 他的那個維繫的表情 所以這個解析度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這個寬屏能圈啊 5G啊都是非常重要的科技 但是在此之前 第一次的見面 我還是會建議是在一個比較舒適的情況下 我們今天這樣子面對面的討論 好不好意思 Overtime了7分鐘 那就大概講到這邊 謝謝 再一次之前我們唐鳳動物園 跟我們這樣子這麼精采一個下午的很舒服的演講 因為剛讓大家聽下來 不管是對於Innovation 還是對於異業結盟 然後多邊的一些交流的一些合作 都是很不一樣的一些想法 甚至很多會看到很數位的一些呈現 很讓我們broke our mind 對 那其實我一直很印象深刻 是委員曾經分享了一句話 那剛好也藉這個機會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 其實我們做的事情 不只是軟體的介入 甚至是文化 甚至是藝術的一個介入 那在這兩 在中間之間沒有誰扮演主角 而是一種互為主體 然後沒有上跟下之間的科層那種互動 創新才有可能在這個中間萌芽 甚至可能 我覺得非常非常幫你感動 那其實今天在做 其實也有很多我們施大企業校友聯誼會的夥伴們 那我們這些企業會的夥伴們 學長姐們也是相當優秀 在各個企業領域也都是相當優秀的實務工作者 那接下來的時間呢 我想要邀請我們氣聯會的夥伴們 優秀的實務工作者 甚至在場的各位 對於企業或是對於創新 有任何的一些想法 我們可以直接Face to Face to Bay的一個對談 對 那接下來的時間就是一個開放式的對談 那我們今天也邀請就是我們氣聯會的李氏 李慧君女士來把麥克風交給她 謝謝 謝謝 今天非常謝謝公文的同仁們的協助 那我是應該委員 我是應該站這邊還是在您的房間 哎呀那真是太無幸了 我今天站到了 很感恩 對 對 這樣子喔 我想這個是 接下來這個時間是商業的一個互動啊 那我還想邀請跟我今天一起來 我的長官 我的學長 王立文王學長 王董事長一塊兒嗎 好 謝謝 好 謝謝 很榮幸喔 我想這個時間點 剛剛我們也有聽 剛剛我們也有聽 那你就關掉了 好了 那您稍等一下我 南韋的那個iPad來 我應該是還沒有到你的IQ18 因為我怕被忘記 樂志成高 不過我也敬佩你的EQ很了不起 好 那我們先請李氏為學長 看看您這裏有什麼可以要提問 好 我想這個 剛才我們委員這樣一連串 你看他的一個大腦作用的時間速度非常的快 所以我想他是一個非常認真務實的委員 那麼在他的這個直路上做了很多的事情 所以一看到這個問題 我一定可以把相關的資料 然後做了一些補充 那我覺得這是以往在他進入我們行政院之前很少有像政府委員這樣的一個做法 透過這個平台公開資訊 然後讓我們一般的老百姓有最直接最真實的這個管道然後去了解目前政府到底在幫人民然後解決什麼事情 我覺得這是相當值得肯定的 因為我們這次師大還有我們期練會請到這個團委員來到這邊跟我們做一個分享 我們有機會可以面對面看到這樣子的人我覺得是很好的 為什麼 因為很多人他不知道各個部門其他人在做什麼 就像我在學校管理階層各個部門可能本位主義或是什麼樣子 沒有跨單位的一個橫向溝通 我們都覺得自己是最辛苦的 其他的單位是最輕鬆的 所以我想今天學習到了這個諮詢公開協調 還有這樣子一個開放式的一個互動 我覺得很好的一個模式 不光是在這一個政府行政的處理 還有未來我們一些公共議題的討論 特別是對我們台灣青年創業發展 我想這個都是很好的一個交流的一個平台 我在這邊再一次要代表我們期練會 感謝我們的委員 謝謝 那我還是覺得非常機會難得 最難剛才我們給委員的時間是到五點十分 但是我相信在場還是很多師長同學有任何疑問的 我們還是藉最後的這些時間你可以把它提出來 我們還是把這個時間當作我們大家一起來分享提問 好嗎 謝謝 請問一下委員 我這邊有一個問題 因為我的弟弟呢是在美國 是那個台積電的新有的研發團隊的資深基地 那他有跟我提到就是 未來台灣可能會成為一個Data Center 那這個Data Center跟我們 好比說我們的business 我們的商業 或是我們一般民眾它在生活方面的一個連結 會帶來一些你覺得什麼樣的 我們應該這樣講就是說 資料中心當然它在網際網路治理上面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環節嘛 我們現在不管是講資料的儲存或者是資料的蒐集 或者是現在我們要跟亞太的CDPR體系跟歐盟的GDPR體系去進行資料的討論 我們都必須要說我們在這邊資料中心的資料的處理 資料的利用資料的蒐集 它必須要是跟國際上的各種的法則和規性是一致的 這樣子這些別的國家的朋友們才放心 把他們國家的個人資料交給台灣的就是朋友們來運用來儲存 所以我想就是有能力去建立這種GDPR compliant CDPR compliant的資料處理流程的 不管它是從資料中心的這一層 或是上面的軟體這一層等等這些朋友 我們都非常歡迎他們來台灣 因為我們這樣子才能夠帶動台灣這邊 有更多的人他更aware說資料在這個節點裡面的重要性 那當然之前我也了解到很多資料中心在台灣 會面臨到說就是無缺啦 那但是除了無缺之外 還有就是他的網路交換的速度等等這些問題 那不過目前我們就是台灣NIC的新的執行長 Kenny對這件事情非常的了解 然後至於電啊地啊這些問題 我們現在也都一項一項其實非常快速的處理了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們也看到Google也好 Microsoft也好 IBM也好 或您剛剛說的NVIDIA也好 忽然之間好像Overnight 就是去年都還不考慮來台灣設點的 忽然今年通通都來台灣設點 所以表示我們解決這個無缺 以及這個Data Center相關的一些事情 我覺得還是有一些進度的 當然我們不會以此而自滿 就是說未來就是大家碰到更多的問題 甚至像Google是一定要用綠電等等 這些狀況我們都會盡可能一起解決 謝謝 謝謝委員 那剛才您提到這個五缺 其中一個那個電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全世界都很快樂的在討論一個問題 就是Green Tech 就是綠能科技方面 那就您政務委員 您現在在協助我們這個整個政府的這個 Technology這個政策來說 您看到什麼是我們台灣在解決電力還有綠能發展這方面 實質上目前有的一個成效 我這個還是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還是給各位一個網址 它叫Energy White Paper 就是能源轉型白皮書 這個其實是 我自己是覺得早在十年前就應該要有的一個網站 就是說這個網站它是一次把我們的電力的所有發電的模型 節電跟使用電跟儲能的失算的模型 跟所有各地的這個不同的地方的公民團體的具體的意見 跟這個意見如何進入白皮書的流向 通通做一次最完整的資訊揭露的這樣一個網站 那如果我們十幾年前有這樣子的網站的話 中間就不會因為我們的能源發展如今 有各種事實上的認知上的不對勁 我是講的非常客切 對 所以我們這個是這次能源白皮書真的是一個reboot 就是希望大家在這一次可以去一起把大家的這個能源的發展的願景 也包含最新的儲能技術 最新的比較便宜的好的綠能的技術等等這些部分 讓大家可以一次的對焦 然後去進行公民對話 那目前的這個白皮書往下還在追求意見 大家也可以看到之前的意見的具體的流向 所以過程之中就隨時歡迎跟能源局以及能源辦的朋友們進行對話 目前能源辦的林子文老師 就是我在做這種公民討論平台的mentor 當時就是他帶著我去設計像VTILA這樣子的程序 所以我們現在的能源辦公室應該是在 真的是最確定跟大家溝通的一個狀態裡面 那所以就很歡迎到網站上來參加 謝謝 謝謝委員 那另外這邊我有一個問題是 我們學校老師呢 委託我來請教您 就是AI的這個進步 到底是機器人會先出現呢 還是數位的協助 那在醫療產業方面 目前像高齡化社會啊 醫療產業或是運動產業方面 您覺得是 就您的想法就是您目前做的有什麼事實上才已經建制的 或是未來可做的 我不想AI它本身並不能真正講做是一種產業 就是說我們現在講的AI都是在特定的應用的情境裡面 試著去自動化一些 以前我們沒有辦法自動化屬於認知功能的部分 簡單來講就是把腦裡的某些中樞 大家一兩秒不假思索 不需要進入腦裡的 global world space 的這些工作 試著把它移到外面來做 那為什麼這樣子 是因為我們在腦裡去統合各種不同的中樞 的這個一般叫做價值判斷的這件事情 或良知的這樣子這件事情 沒有人知道應該要怎麼寫成事做出來 那這個就是所謂通用性的AI理論 或者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AGI 目前還沒有任何人知道怎麼做這件事情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其實AI現在能夠取代的工作 就是我們在工作裡面容的部分 容的意思就是你換誰來做 不假思索做都一樣的那個部分 那所以我們在國民教育階段裡面 我們越強調大家的這個當工具人的能力 在AI把這些東西自動化 就是人性工具來的時候 失落感就會越強 但是我們如果越強調價值判斷的 就是屬於人性的溝通的互相了解等等的能力的話 那這樣所有這些容的部分被自動化掉之後 我們的自我認同以及自我成就感反而是越高的 所以這個也是技能導向到素材導向教育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motivation 所以我這邊在講是說 剛剛您講的一些產業 我覺得當然都是AI很可以幫忙的 那並不是以一個機器人的這個角色 去取代掉一個人的工作 而是說我們在過程裡面一直反思說 工作的哪些環節是融的 然後這些部分透過AI的就是融入各個產業 所謂產業AI化來把它解決 那在這個過程中要確保它是民主的 就是任何人他不會是 就是只能使用只能訂閱一些大的AI算法 而是說他真的能夠跟他所在的那個地方的AI算法 進行討論或者是進行interrogate 就是進行對話 那這樣子的話我們就比較能夠去確保說 這個發展對整個社會長期來看都是好的 而且安全的 那他越集中在少數幾個人手上 就是越不安全的簡單這樣是這樣 謝謝委員 那今天我們有幾位學校的 我們很敬佩的師長們 他們專程來 那所以現在這個時間我想請他們 跟委員來一個對話 因為我想他們是不同領域的 我首先先介紹我們的方靖龍方老師 他是律書學院的前院長以及學務長 那我想請教方老師您這邊有什麼問題 可以跟我們那個陶委員這裡 分享 對 方靖龍老師是我的論文指導老師 對 好 委員 各位大家好 其實非常感謝委員今天波隆來台師大分享 你目前在賢政院推動你的工作 那非常的敬佩 我剛才大概問了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台灣目前是高齡化的時代 那台灣其實高齡化非常的嚴重 那其實也有慢性疾病 大概目前大概成員人統計大概50%的人 會罹患一種慢性疾病 那年紀業大基本上罹患慢性疾病的比例相對就會越高 超過65歲大概是8、90%最少有一種慢性疾病 那這個就是未來這個長照的這個時代 我們目前台灣大概大部分的經費跟嚴厲 其實是用在疾病的治療 醫院怎麼蓋然後藥物怎麼連發 其實這個是很發錢的 同時對可能整個台灣的醫療費用可能會破產 WHO其實講說沒有處理好的話 這麼多人都是能臥床的話 那我們考慮遺見未來的整個民眾的生活品質 健康狀況那會出現很多的問題 所以我們因為我是比較在探討 這個體勢能跟歸力運動這個器官 那目前大概世界的其實是在談這個理念 就是exercise is medicine 運動就是兩藥 那對各種的不管是疾病的預防管理治療 其實它是最經濟的方法 我們投資一塊錢目前的這個研究 這個回報大概是三塊錢以上 很多的這個研究大概是這樣顯示 所以我其實是很關心 將來其實應該慢慢的強調 要怎麼樣鼓勵我們的民眾多運動 然後從健康促進跟疾病預防的角度 這個方向來帶 不然的話大概我想我們以後活命的健康 我們都很擔心 體勢能就越來越不好 所以委員剛才提到這個淋入亞洲這個整個構想 我也希望能夠政府在這個方向 能夠有一些策略來轉變 不是把經費都投資在這個治療的方向 應該是在前端的這個方向 謝謝 對 民進亞洲其實有很多在做這個題目的 那我自己尋回的時候常常接觸到 就是在做亞洲健康的這個族群 所以說它的在一兩表來講 它還沒有到進入長照的那個階段 但是事實上它是已經 如果沒有像你剛剛講的規律運動的 以及規律跟它的就是社區的關係相處的話 那它很有可能會 deteriorate的一群朋友 那這些不管是透過合作社的方法 透過甚至辦一個長照咖啡的方法 透過有各種各樣的新的Social Innovation 都在 還有那個跟幼稚園小孩一起上學的方法 就是有各種各樣的社會創新 正在台灣的各地發生 那我們的工作其實是確保說 第一個我們透過像剛剛民進亞洲那種 英文的翻譯啊 口語啊等等 把台灣這些Innovation 不只是台灣自己知道 而且也讓國際上的朋友們知道 然後把國際上的Best Practice 能夠帶進來 這個是一個 那第二個是 我們可以找到更多更Innovative的方法 去讓親朋友們也能夠加入到這個運動的習慣裡面來 那像我們正式認為電競是一種運動之後 我們就發展了一些 好不像說跟棒球或者足球或者這些東西相關的電競 就是說大家透過電競來認識身體的這個大肌肉的運動 然後甚至因為電競的關係 願意在一個虛擬的足球場 或是一個虛擬的棒球場 透過就是我們叫虛擬實境或擴增實境的方法 有點像當時這個寶可夢剛出來的時候 大家都在台電的電競箱中間跑來跑去 抓到後面夢中的那種狀況 盡可能去把這個運動的習慣透過擴增實境 讓大家本來只是在家裡玩的電競 帶到戶外去就更好玩 一起玩就更好玩的這樣一個概念 那這個部分我們也有在任何人質地發展 有事委員 那麼未來這個anti-aging 有喔 未來這個anti-aging還有healthcare上面呢 運用數位化科技的這個 我想來照顧我們全民老百姓就要麻煩您了 謝謝您 那接下來我們剛說的是那個體能 那講回來呢我想推動國家的那個競爭力 還有國民的這個身心健康 我剛講的是身體 那我現在話說回來 心靈的部分 我一直很崇洋您 只是您很正面 那總是聽您的演講都很陽光 那我們師範大學呢 有一個教育學有一個系 我非常敬佩 叫做心靈佛教這個學系 那今天呢我們心服系的那個系主任呢 也專程來在我們的嘉賓裡邊 那我想請我們那個田老師田主任 您是不是有什麼問題啊 可以跟我互動一下 好 很謝謝惠君理事的邀請 也很感謝今天能夠聆聽唐委員的 唐正文的演說 我剛剛其實就很想呼應方院長所講的 那個身體健康、血皮運動 那心理健康的部分 當然也是會非常需要受到重視 在我們進到老年之前 我在想可能 因為我們國中部分都做得非常的好 因為我們長久以來有輔導的老師 那小學那個部分呢 就比較稍微弱一點 因為我們沒有專門的管道 那但是現在有專門教師 有心理師 我是蠻強調小時候的一些經驗的重要性 甚至就是我們佛里德講說早期經驗 阿德勒講早期經驗 一個人他在小時候是快快樂樂的 就像譬如說我們小時候真的是放了學 我們就是玩耍非常的快樂 沒有花什麼錢 就是鄰居朋友都非常快樂 那我們長大就真的還蠻快樂的 可是我們就也看到有一些比較 不是那麼好的經驗的人 其實我們回溯到他小時候經驗 就都也比較是沒那麼被能夠賦予一種快樂的環境的 所以我在想我們小時候 我們能夠提供這些小孩子 在小時候有一些比較快樂的根源的話 我想我們整個社會在長大以後 青少年、成年以後 整個全面都是會比較健康的 所以我在想心理健康那一塊 也許我們在下下扎根的部分 是可以再持續努力的 那我想我就是表演這樣一開始吧 謝謝當真偉今天過來 謝謝 也謝謝會軍的邀請 謝謝 好 應該有請 對 確實我剛剛在講第一學習階段 就是一二年級的時候 為什麼那麼強調生活課程 就是因為在新課綱 其實舊舊課綱就已經有點這個概念了 但是那個就是讓大家很開心的玩 就是說我們會希望說 至少在一二年級 不管你是在國民教育 還是在實驗教育 或者是甚至自學的這個體系 或者再往下到幼稚園 都完全不要有競爭力這種概念 對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大概一直到八歲左右 本來它的社會化的過程 以及早期新的過程裡面 如果沒有這種互相比較 或者是互相這個就是 或者是情涯的這樣子的概念的話 其實我覺得確實那個trauma會比較少 所以我完全是同意的 而且如果我們在一開始 就更讓大家 就是對於所謂的人的多樣性 就是diversity 或是把它看作是一個 好像是要去欺負人家 或者是被欺負 那這樣一個情況 而是可以互補的 就是說不是只是說不競爭 而是說要彼此協同合作 那這樣的話其實 我覺得這個社會化進程會 會好很多 然後也少一些 長期的一些行李的一些問題 是吧 好 那委員呢 謝謝剛剛給我們的回應 那也剛剛我們說到 這個身體跟心靈 那我想身心健全之後 有了整個大環境的這個知識 以及委員帶給我們這個數位科技 那是不是可以幫助我們 國內的年輕朋友呢 在創造力方面 能夠更加的提升 那我真的非常榮幸 在前幾個月我們這個主任 公教系主任呢 洪洪招洪老師呢 跟我參與了這個2017年的這個 青少年創造發明的比賽 那我想今天他也來到莫名而來 要專程過來來聽您的演講 那我們是不是請洪老師 你是不是有什麼 選擇想要跟委員分享 或是希望他協助的 謝謝您 今天已經差不多了 所以我想很簡單 很配合我 我個人覺得我是經驗重� 那鄭偉是經驗豐富 那看了這些資料 他的回應 表示他真的經驗豐富 經驗豐富才有創意 經驗重複不會有創意 那既然有Office Out 我再一個時間去跟你報告一些 我們再開發一些東西 好 謝謝 那個洪教授 不用擔心 因為我們不會竊取你的機密 好 禮貌 那既然時間差不多 我們就盡快的來 還有幾位貴賓想要有問題 那那個 我們有一位美軍老師呢 你有什麼樣的 美軍老師是我們體育系系主任 有什麼想跟委員分享過 或是不同的 我只是覺得如果有機會的話 真的很想到那個公共平台的 相關的一些地方去拜訪 因為其實我腦中 其實是浮現非常多的一些問題 包括剛剛提的那個電競的那個部分 其實我覺得那裡面 還有很多可以討論的一些空間 那因為我們現在在帶領學生的過程當中 我們也覺得說學生 其實現在很多的部分都是在追求小確幸 那麼對於學生真正想要做什麼 他們其實有時候會陷在自己內心的 就是不確定那種不確定感 其實是非常重的 那我覺得這個其實都是我們在大學教育裡面 其實有很多需要努力的一些地方 那我就是也有一個問題也想要請教 就是說因為現在其實媒體非常的發達 那比目前我們學生所看到的主流的媒體 通常都是比較是譬如說靠北勢大 就是他們可以發洩的地方等等之類 那其實您做的非常非常多的一些 其實跟青年人有相關的部分 有沒有什麼樣的一個機會 可以讓這個比主流的那個媒體 還要透光率再更高一點 讓我們的學生可以接觸到更多 謝謝 我想先講一個觀念 就是說小確幸這三個字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其實最上層屬在他如何寫小說的一個 類似自傳體的這樣一個 好像訪問的文章裡面 這樣他提出來的 那當時他講的其實是說 他寫一篇長篇小說的時候 他是認定了一個方向 然後這個方向非常困難 然後他要花多年的時間 然後每天非常有紀律的 做一點點做一點點做一點點 然後才能夠把這個長篇小說完成 也是好像一個北極心一樣 遙不可及的一個方向 但是呢當他一天終於覺得 他做完他一天的這個工作之後 他就終於能夠放鬆下來 然後喝一杯啤酒 然後這個時候他說這個冰涼啤酒 是他的小確幸 那在就是說 他是有一個脈絡的 這個脈絡是說 這個小確幸是在一個社會使命 或者是一個人生使命的這個引導之下 然後你知道說 你一天能夠完成的東西有限 然後願意讓自己畫下一個斗點 而這不是一個句點 然後他把這個叫做小確幸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後來 這台灣社會就變成另外一種用法 他的意思是說 他用一些很小的東西來確認說 他還有這個同樣的人生的方向 還有繼續登山的這個勇氣 但我覺得這個其實也是呼應到年輕人的 就是人生使命 就是我自己碰到的很多做社會創新的朋友們 他們也是經過一段非常迷惑 非常摸索這些事情 然後他就突然間有一天發現說 他不是只解決自己的問題 這個解法他也可以利益更多的人 或者是說他不是想要追求他 一級的這個生活變得更好 在過程裡面他也可以讓某些生活過得 比他更不好的人過得更好 那到這個就是不是完全為了公益 但是至少是有共益 就是共同利益的這個轉變的時候 忽然之間就好像 就像陳叔說的那個北極性的那個 那個方向就會開始出現 然後這個時候他的小學心 就可以開始跟他的長期的人生的方向 就加以扣合 所以我在Office Hour大部分我當 mentor 大概都是幫助大家梳理 就是活在這個世界上想要做什麼的 所以我想這個是確實我們大家都可以幫忙 青年朋友們就是一起來做思考的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說靠北十大的這個部分 我是覺得是有必要的啦 就是說它是心理學上叫做卡薩斯 就是宣洩的一個概念 就像我們有太陽花但是也有大長黃色是一樣的道理 就是說總是有一個能夠創造的一個場域 但是也要讓創造過程裡面 還是會有一些潛意的一些部分 這些部分也有一個能夠出發的一個管道 所以我覺得這兩個是互相扣合的 那我覺得台灣最好的一些 公共討論場域像PTT 它的為什麼能夠成功 就是因為它同事照顧到了這些不同的情感 然後你可以在不同的情感情況下去不同的版面 但是它還是在同樣的一個自律的過程裡面去完結的 所以同樣的道理就是說我們之前有個講法 比如說會吵著小孩進廚房 我們在公共討論場域的平台上面 現在也並不禁止這種就是抒發性的 但是我們會盡可能把它引導到有創造力的部分 那Jonging平台目前已經接近五百萬個自然人 那年人子也是當然上千萬 所以以台灣的政策方法人來講我們做的還不錯 以這團網站來講幾次於實際上登陸了 但是我們還是會盡可能的讓大家更了解Jonging這個平台 然後更多的在上面去做一些狙擊的工作 謝謝委員 委員請教一下你有沒有每天都在數位環境裡面工作 你覺得最讓小確信的帶是什麼樣的 對不起 我確實就是我用VR的算是一種小學小確信了 就是我有時候也是想要放鬆一下的時候 我可以帶上學歷史鏡 先把手機拿到眼睛前面 然後它有一個VR的一個Headset 那在裡面我最常看的就是從國際太空站去看地球 那個其實是非常讓人舒服的一個環境 一方面就是你看不到國界 還是你完全沒有這種政治上的東西 那二方面你會發現說 這是一個很小很易碎的東西 它在這個星際之間是非常非常小的 那這個情況下我們在想很多像全球暖化 或者是像全球共同的一些議題的時候 會真的覺得是說那是一個object 但是我們在地上的時候被雲層一隔住 就沒有這個感覺了 那這個在學歷上其實是有一個講法 叫over-realified 就是終關效應 就簡單來講就是上過太空再回來的人 大部分都變成了好人 那所以我是覺得VR科技 多多少可以讓大家在這樣子一個心理狀態裡面 謝謝有人好意 只有有 那接下來呢我們還有兩位貴賓 就是當然在貴賓之前 在我們因為時間的關係 那因為蘇友三叔老師很感恩 我們應該有六七年來見面了 但蘇老師昨天我跟他打個電話 那他一知道您的罷名就專程趕來了 那蘇老師我就暫用您的時間 請您互動 好 我真的是募那個唐鳳科技政委的名字過來的 我覺得其實非常難得政府裡面的政委有科技政委 尤其是您還這麼年輕 那我覺得這個是希望您真的可以在這個團隊裡面 發揮關鍵的這個作用 那我也會去follow這個我們紅榮張彤教授 我這個禮拜三 我剛剛也跟我們這個台式大秘書處的這個同仁 確認了那個空總的那個地點 大概也要去跟您約個時間起教 所以那個社會創新的這個部分我可能到時候再救教 那剛剛那個AI IoT跟那個clouding 那是我問出來的題目 因為我最近到哪邊都是被問這種smart something的部分 昨天也參加了是這種先生這種基金會的 彼得杜拉克論壇 所以我們知道說這2007、2010年 那Apple因為呢 重新在這個ecosystem裡面取得了一個製造點 所以它其實呢 重新在這個smart era取得了一個地位 那我們反觀這個台灣 其實在1970年 1980年再開始 我們在ICIT產業其實有很好的一個基礎跟競爭力 特別是在這個製造業 還有這個IC這個foundation下 ICIT foundation下 那面臨了這個big giant 就是說在這個阿里巴巴、Google、Amazon等等的這種大雲 他們的一個佈局 那我們台灣在這個ICIT的這個一個基礎上 我們面臨這種比較是G2的這個競爭裡面 您覺得我們可能就是說 有可能在某些點有那個機會去取得制高點嗎 否則我們的這個台灣尼斯的這些player 我們的player 我們這些廠商 其實應該去play個怎麼樣的game 那我想如果說這個部分 因為我知道這個我們唐鳳瑋也是科技的天才 如果說這個需要一點時間的話 我禮拜三再去預約 那就先粗淺的請教這樣子 對 好 首先行政院一直都有科技證委 科技證委其實就是科技匯報的主持的人 就會叫科技證委 負責所有的科技預算 那目前的科技證委是武正中華系 我是數位證委 那數位證委倒是一個新的一個開頭 那所謂數位的意思其實就是不止一位 就是大家都可以看到 看到我看到的資訊 然後一起來共同做決策 所以我們一個開放空間 有五千個連署人就不是數位 是數千位的證委了 所以是數位證委的意義 好 那AI的部分其實是這樣子 就是說很多人現在把AI是形容 是說好像是 就是在有牛頓之前的造橋的技術 或者是說在有牛頓之前的化學 就是其實是在一個煉金書的時代 就是大家都是知其人 而不知其所以人 這是目前AI的世界情況 沒有人有一個剛剛所講的 通用式的AI的理論 每一個人都是在用各種方式去嘗試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而且可見的未來 十年之內 說不定真的都不會有一般型的AI理論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它創造了一個狀況 就是說 Apple它取得了當年的那個指導點 它沒有辦法把它換算成 在AI上的研究成果 因為這不是一個top-down 沒有一個uniform theory 雜線下去就可以做出來的東西 它是透過無數次的嘗試錯誤 甚至是就是各種意料之外的發現 然後湊出一些成果來 目前AI就是在這樣子一個情況下 所以我覺得台灣的unique的優勢就是說 我們有各種gap 從最基本的在晶片上做Edge computing 然後做femware 做各種sensor 做各種這個原件 然後一路到sober staff 到服務設計 大概都有人在做 之前的問題一直都是這些轉不起來 那但是隨著就是 這幾次的這個 好像說不公開的HTC 或者是這個 他們來這邊設AI Center 我覺得我們慢慢就開始 透過AI這個新的題目 大家暫時放下軟體 看不清音體 看不清音體 看不清軟體 這種文化上的格格 開始願意一起做一些 以使用者 人性為出發點的一些新的東西 那好處就是說 如果每一個頁別裡面的 任何小部分的 龍的部分都可以自動化 那這個題目可以說 是高達幾十萬的 它不會有一個人 然後就dominate 全部的這個東西 它不是一個 就是說by definition 它就是充滿了藍海的 這樣子一個landscape 所以台灣有完全的言論自由 完全的集會自由 以及這種場域的co-creation 大家都可以做一個AI 然後來挑戰法規啊 然後整個社會中 很熱意嘗試性的東西 等等的這些東西 我覺得真的是我們的優勢 就是說 並不是說 我們只讓台灣人 在台灣發展AI 而是說 我們整個社會 可以在AI的過程裡面 搶先去適用各種各樣 然後我們如果自動化這個 自動化那個 社會可以有什麼正向的改變 那這個是很多 踏不上的政權 沒有辦法做的事情 那所以我覺得 這是我們真的 蠻大的一個優勢 那當然更多的 我們可以在Office Hour 再來想一想 有一天再請教一個問題 因為我們知道 你是天才神童 那因為我剛好有小朋友 今年秋季要上小儀 請問是我想要培養他 對這種比如機器人啊 還有城市啊的一些興趣的話 您有推薦要怎麼去哪裡上課 或您的建議會是怎麼樣 我想 那個我弟弟是專專門幫 自學生的家長叫自學生的 他叫唐宗浩 他是成年學一個課門的 他有一些書 像陪孩子一起玩數學啊 普格馬島的法師啊 大概就是家長怎麼退校 大概一起對數學對城市設計 有一些入門 那那個不是我的專業 所以就是 可以試著找這種方式 謝謝委員 不好意思啊 好 那又還有 我們還有貴賓齁 今天那個七聯會 兩個貴賓成員啊 你的問題剛剛已經拋上來了 我看他們很認真地在breakdown 那這邊有一個問題請教委員 現在全球的那個經濟啊 這樣的一個競爭 我自己是面臨到一個無解的問題 就是我到底要用數位來傳播我的business 還是我要用數位來保護我們的business 那如何來創造一個new business model 來讓我們的消費者享受到好的產品 以及我們公司能夠享受到真正的利潤 我們是貿易公司 對 那早期呢 早期呢 我在 早期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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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在service ou product之類 但是在數位這麼開放 那是不是很多人可以由這樣的去取得一些資訊 那到底如何來保護這個 這個這樣講 自慧財產權嗎還是 對對對 這個確實是很大的問題 也可以翻譯一場參與 其實我對智慧財產權這五個姿勢是蠻感冒的 因為我覺得專利 商標 著作權 集體電路布局 天靈也明明 中間並沒有共同點 所以它是六個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雖然很多法律界的朋友們把它犯成智慧財產權 可是你看政府對它的特許 它保護的法律以及它實際保護的方法 完全沒有任何你可以說這個共享的東西 所以我不會把它當作財產來看待 它比較像是各種不同的特許吧 但是在這個環境裡面 我們最常看到的狀況就是說 如果真的全地球上只有你想到一件事情 那這個當然值得用各種各樣的方法確保 說大家都不知道 但是很多時候可能九成九的時候 這個是一個叫做non-inventative 就是NIH的一種心態的作用 就是說事實上地球上已經很多別人想到別的事情了 但是因為沒有去連結這個社群 沒有去連結這個發明家的網絡 所以就會覺得說只有我自己發明的 我才可以去使用 那這個時候就會變成 Close Innovation和Open Innovation中間的模型的一個競爭 那這個在上個時期九十年代 微軟怎麼做軟體的 跟我們在Linux社群怎麼做軟體的 就有是最大的一個對照嘛 他們是for the people 我們是with the people 但是這個到現在就是大概到五年前左右 這個已經有定論了 就是with the people才是未來 這個就是這樣 那除非真的你有非常好的理由 有相信說你所想到的東西是地球上面別人想得到 不然的話大概就是你加入一個現有的創新的社群 然後你想像的比較是說你怎麼結合你的unique的perspective 然後去運用就是所謂社會創新的社會的那個部分 來定義你的產業 而不是說好像是說真的有一項或兩項專利 它就可以定義一個產業 那還是有 可是可能只佔我們GDP的千分之一左右的這個部分 大概是這樣 謝謝委員 那我們就open mind 謝謝 那請問一下那個王董薩今天也專程來 有什麼haven week 我想我們在座應該再給我們委員一個熱烈的掌聲 因為我相信他其實是很寶貴的這個時間 那我在這邊我沒有更多的問題 如果有的還是通過平台才跟你請教 那再次謝謝委員 謝謝 來講現場的會員應該再一個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我們就到這邊 各位還有什麼問題嗎 好 因為大家都很尊重你的時間 所以謝謝委員 謝謝你們 今天謝謝各位來參加2018明將 進去看看